第1881章你在撒谎 你什么意思 一龙大吃一惊 莫非真的是自己判断有误 他虽因龙族在这天玉龙公自高无上的身份而教狂自大 却并不傻 他敢威胁对方教出那宝物 是因为判定对方不敢真的杀了自己 如果这个基础不在 他刚才那些话 可就真的是在找死了 这么简单都不明白 畜生果然听不懂人话 九龄那双九彩眼眸中满是信誉之意 以一龙惊目无比 目光却有些闪烁 似在搜寻着什么 九龄见状 又是眯着眼睛黑黑一笑 掌中随即出现了晶莹郁润的一枚血红物是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龙魂仙福 一龙双目自剧烈 已是彻底绝望 他已可确信 自己的确是判断有误 所以打算找机会催动龙魂仙福逃跑 在被撞击时 那东西就已脱离了他的掌握 没想到现在竟已落入那人类修饰手中 若龙魂仙福在握 他上有一线逃脱的希望 可如今 却是半点机会都没有 片刻前的那次碾压 已令他全身骨骼爆碎 筋肉破裂 脏腹几乎成了鸡粉 甚至连道阴也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体内虽还残存着些许力量 却根本不可能带着这样的肉蛆逃脱 舍弃肉蛆 陶顿道阴也同样没有半点可能 已道阴此刻的状况 没有任何希望跑出这两个人类修饰的视线 别调皮了 扣指在九龄额头上弹了一下 唐欢唯唯一笑 先把他抓进去再说 意念间 万剑天图便已在上空书展开来 恐怖的稀释之力倾斜而下 一龙痛苦地惨叫连连 身躯却不由自主地腾空而起 刹那过后 这一龙就被幻见天府吸射了进去 唐欢和九龄相视一眼 也仅跟着进入了洞府空间之内 在剑星的操控下 和龙的卷轴向原楚电视而去 他必须重新寻找藏身之地 原来的那楚崖必已被混沌原精爆发出来的劲气 彻底摧毁 而原精壮落之处 也是多出了一个旁硕无匹的原型巨坑 巨坑周围数十里 竟皆被夷为屏蔽 洞府空间 太原湖畔 一龙扑通落地之后 便如一贪烂泥般趴着 再也动弹不得 刚才抗拒吸射 已是耗尽他体内最后的那点力气 现在连挣扎一下都是无能为力 这让他对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再不抱任何侥幸 小混蛋 你别想从老子嘴里问出任何东西 两颗硕大的毛子恶狠狠地盯着飘落在旁侧的唐欢 一龙眼中的怒火似欲喷薄而出 似恨不得将其撕成碎片 说不说 已经由不得你了 唐欢淡然一笑 他之所以一出手便用混沌原精硬砸 便是想要速战速决 现在成功将这一龙倾入洞府空间之内 他也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曾听一只竹林金已说过 所有下界龙族 一旦成功度节登天 都会进入这处天狱龙宫 这话可是真的 虽然心神烙印已指引出了小不点的大致方位 也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但唐欢还是想再确认一遍 一龙眼皮一番 鼻中轻横出声 并不回答 有喝 都到这不田地了 居然还敢跟我们耍脾气 九龄黑黑冷笑 大哥 别跟他废这么多话 反正你精通灵魂之道 直接抽出他的灵魂 搜索他的记忆 马上就能获取他知道的所有东西 你以为这样便能吓唬到老子 一龙心中一个哆嗦 却硬着头皮 目声低吼 唐欢双目为咪 直勾勾地盯着一龙 就在他被看得心底发毛的时候 一道细弱毫毛的鸿芒 突然从眉间迸射而出 醒客间 便已没入他头部 下一刹那 一龙便觉自己灵魂 仿佛被彻底洞穿 一股无法言喻的剧痛浮涌而出 让他一时恍惚 险些昏迷过去 这只是个小小的教训 希望你别让我出手第二次 墨地 一个声音如炸雷般在灵魂深处 轰隆隆地激荡开来 一龙猛然行转 看向唐欢的眼神 终满是难以掩饰的惊恐 他现在虽已清醒 可灵魂中的剧痛犹在 这让他明白 那小女孩绝对没有撒谎 这混蛋的确是精通灵魂之道 一龙心念电传 口中却已不由自主地说道 那只竹林经已说得没错 下界杜杰登天的龙族 的确都会全都进入天狱龙宫 很好 唐欢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近几十年 有一只十二一蓝龙 从下界杜杰登天而来 你可曾见过他 十二一蓝龙 一龙文言 眼眸之中却是显露出迷茫之色 疑惑得到 这是什么血脉的龙族 下界有这样的龙族 唐欢和九龄经不住面面相去 这一龙居然不知道小不点 有些不太应该啊 小不点这十二一蓝龙 乃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出现之后 只要与其他龙族接触过 有关他的消息必定会在龙族之间广为流传 就算没见过 应当也听说过 可看一龙的神情 竟是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唐欢能够确信 一龙绝对没有撒谎 可这究竟怎么回事 难道小不点从来不曾在其他龙族面前现身过 下界登天的龙族 进入天狱龙宫后 最先出现在什么位置 转念之间 唐欢呼地宁声问道 当然是龙城 一龙顿时毫不犹豫地道 在我们龙城深处 有一座非常庞大的牵引仙镇 下界那些龙族子弟登天之时 牵引仙镇可应生生地改变他们原本行径的方向 将他们牵引到儿者天狱龙宫当中来 任何下界的龙族子弟第一次出现在龙宫 必是在龙城的那座牵引仙镇之内 李在撒谎 唐欢故意脸色一沉 目光煞时变得锋锐如刀 寒意逼人 十二一蓝龙和等罕见 他一旦在龙城现身 龙城之内的其他龙族子弟见了 岂会不多加关注 你也是龙族子弟 怎么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 第1882章审视 老子没撒谎 一龙气愤的道 那牵引仙镇在龙城深处 平日都有龙族长老把守 普通的龙族子弟根本就不可能靠近 下街度杰登天而来的龙族子弟 若是天资非常出众 很可能直接就被长老收为弟子 而后送往秘境前修 根本就不会在龙城现身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家都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存在 秘境 什么秘境 唐欢追问道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在龙城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龙族子弟 有关秘境的说法 也都是我听来的传闻 据说 说到这里 一龙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的一个机灵 声音戛然而止 据说什么 唐欢眼神一宁 这这个 一龙吞吞吐吐 眼神竟是变得闪烁起来 瞳孔深处 似有着极深的顾忌和畏惧 说 一个字缘从唐欢口中蹦出 却如雷霆霹雳般静止轰入一龙灵魂深处 一龙灵魂本就因唐欢刚才的攻击而受创 这时新神立刻为之失守 下意识地产生道 我说 我说 据说天资最为出众的下界龙族子弟 在被龙族长老收为弟子后 会在秘境中被培养成为神士 献祭给龙神大人 你 你说的那个十二一蓝龙既然这般罕见 说不定 说不定已被选为神士 说到这里 一龙又小心翼翼递加了一句 神士 永远不会被龙城的龙族子弟见到 我没听说过他 也很正常 神士 唐欢和九龄对视一眼 几乎是刹那过后 两人的脸色就已变得极为难看 小步典可不是普通的龙族 而是已被阎祖培养成为了圣兽 将来甚至能够晋升为神兽 下界度节登天而来的龙族子弟中 在资质和潜力上能够超越小步典的 不能说没有 但绝对是屈指可数 按照一龙所说 显然是资质越出众 被选为神士的可能性越大 若真如此 小步典必然已经中招 小步典度节登天应当已有多年 被那些龙族长老选为神士想来也有多年 献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虽不知给龙神献祭用的是什么方式 可无论什么方式 最终的结果恐怕都是小步典性命难保 小步典和唐欢相伴多年 早已被唐欢是做自己的亲人 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那献祭 你知道多少 唐欢压制着胸中的怒意和焦虑 阴沉着脸低喝道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点 一龙已回过神来 为自己刚才的怯懦案改修脑 闷声道 详细的情况 估计只有我们龙族的那些长老才知道 对了 我还听说过一点 那就是每次的献祭 应该都是在狩猎竞赛之后才会进行 狩猎竞赛之后 唐欢和九龄几乎同时暗松了口气 快速地对视一眼 瞬即 九龄便是忍不住问道 龙族有几位长老 都是什么修为 长老有九个 有八位长老 早在无数年前就已是尚未巅峰天王 还有一位 据说也都早就踏入了天地之境 出道后面 一龙那双旁硕的眼眸中 已是不自尽地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艳线和宠墓 天地 九龄经不住倒抽了口凉气 而后条件反射般地看向唐欢 这一瞬间 唐欢的脸色也是变得沉宁无比 天王之上 便是天地 天地和尚未巅峰天王的差距 就如下位天王和九品巅峰天侯之间的差距一般巨大 甚至还要更大 天狱龙宫之内 竟有一个龙族长老已是天地 这个消息的确是给唐欢和九龄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也让两人心底永生出了一股强大的紧迫感 片刻过后唐欢收拾心情 明声道 有关那秘境和献祭之事 除了那九大长老之外 真的再无龙族子弟知晓 当然是真的 一龙毫不犹豫地横了一生 只不过这话刚一出口 一龙便是唯唯一愣 顺即便有些迟疑的道 或许 我们龙族的那几位龙子和龙女也知道一点 出道这 一龙又解释道 龙子和龙女 都是龙族子弟重选拔出来的强者 也是候选长老 在龙族的地位仅次于长老 每次狩猎竞赛结束 他们便会对挑选一位长老发起挑战 若能挑战成功 则可晋升为真正的长老 他们也参加了此次竞赛 唐欢眼中略过一抹莫名的意味 不错 长老之下的所有龙族子弟都参加了 你可知道他们如今的方位 这我可就不清楚了 离开龙城时 都会被随意传送到天狱龙宫的各个地方 而且 我与他们也都不熟 也与他们联系不上 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位置 一龙神色善善 旋即便是已惊 你不会是想对他们下手吧 不等唐欢回应 他便略有些讥讽的道 我劝你还是别起这样的心思 龙子和龙女们的实力 可不是我能比的 他们个个都是上位巅峰天王 就算你们两个下位天王 就算有那样的宝物 遇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都必死无疑 你是不是傻 九龙神色怪异地看了看一龙 龙子龙女把我们杀了 岂不是等于给你报了仇 你居然还提醒我们不要去找他们 老子真是有些怀疑 就你这样的脑子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还羞成了中卫巅峰天王 以被九龙这般嘲讽 一龙有些脑羞成怒 可顺即便醒悟过来 忧虑的眼珠子里顿时满是懊恼之色 九龙却没再理会他 有些焦虑的道 大哥怎么处置这条龙 他现在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消息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说到最后 九龙语气间已是杀气腾腾 一想到小布点有可能被拿去 给那所谓的龙神献祭 九龙便是愤懑不已 连带着对这天狱龙宫的 所有龙族都痛恨无比 你们不能杀我 一龙身躯站立 惊恐万壮地私生吼道 杀了我 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 他很想表现得硬气一些 可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头 他却发现自己完全硬气不起来 这番话与其说是威胁 不如说是哀求 第1883章迫在眉睫 唐欢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而是陷入了沉思 片刻过后 唐欢便是轻欲口气 目住一龙 缓缓说道 发下天道誓言 效忠于我 可留你一命 九龙文言 经不住有些讶异 不过 他虽想要干掉这条一龙泄愤 却并没有质疑唐欢的决定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必定是有原因的 好 我答应 一龙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这让他有些羞愧 身为天欲龙宫之主的龙族子弟 居然像一个只是龙族猎物的人类 羞是臣服效忠 这的确丢了龙族的尊严 不过 跟性命比起来 尊严又算得了什么 有命才有尊严 虽伤势严重 没了以前的实力 可他修为还在 以天道力士还是能够做到的 片刻过后 一龙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誓言 吃下去 唐欢取出一颗疗伤的丹药 抛入一龙微微张开的嘴巴里 随即 他便催动混沌到火 在一龙惊恶的目光注视下 雄魂的火力将他旁硕的躯体覆盖在内 紧接着 这火力便衍生出了磅礴的生机 竟如无孔不入的洪流一般 浩浩荡荡地注入到了他体内 龙族肉屈本就强悍 而且恢复力极强 在丹药药力以及如此浓郁的生机作用下 一龙那伤痕累累的躯体立刻就开始了愈合 先是体表那密密麻麻的伤痕快速消失 继而断裂的骨骼重新续接 破碎的脏腑也在一点一点地重组 只不过短短一两个时辰 原本奄奄一袭的黑色翼龙 就再次变得生龙火虎精神意义起来 当然 想要彻底痊愈 还是得休养一段时间 龙骏 待会我送你出去 唐欢收回混沌到火 盯着翼龙缓缓说道 接下来 你就守着我的万剑天徒好好休养三天 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带上他朝龙城方向进发 另外 联系你熟识的朋友 打探龙子龙女的下落 龙骏 便是这头黑色翼龙的名字 这三颗丹药 你拿着 一天恋化一颗 唐欢清一挥手 又是三颗丹药出现在翼龙身前 另外 收起你的脾气 记住你要做的事 若遭遇其他龙族和强大的天兽 尽量不要与他们发生冲突 否则 严惩不待 出道最后 唐欢语气已十分严厉 是 翼龙心神凛然 连忙接住丹药 答应下来 剑星如今已找好了新的藏身之处 还是一处黑幽幽的小石洞 当他操纵着万剑天徒从石洞中出去没一会 翼龙便从刚刚书展开的山水画卷中闪烁而出 激愤无比地嘶吼连连 那双肉翅也是狠狠拍动起来 在高空连翻了好几个跟斗 满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一时间 竟疯狂笑 殃及了下方不少的参天巨树 不过 翼龙也不敢兴奋的太过头 片刻过后 便已叼住了已经重新合拢的卷轴 收敛翅膀 沉入下方丛林 大哥 小不点很危险了 洞府空间之内 九龄胶着的道 他肯定是被选为那什么神式了 不然的话 那个家伙不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 十二一蓝龙或许在龙族中不是独一无二的 但有潜力成为神兽的十二一蓝龙绝对就他一个 既然神式是从下阶度节登天的龙族中挑选出来的资质最好的 那些龙族长老没理由会对小不点视而不见 我知道 唐欢深吸口气 沉生道 所以我把那龙俊留了下来 有他在 就算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再有其他龙族感应到你的黑暗印记气息 他也能够应对过去 最重要的是 借助他龙族子弟的身份 应该能够打探到那些龙子和龙女们的下落 以便摸清楚有关那秘境和献祭的大致情况 否则 就算我们潜入了龙城 也没有任何办法把小不点救出来 知道状况之后 我们若想进入龙城 也得借助那龙俊 我明白了 九零恍然点头 顺即便是忧心忡忡的道 大哥 听那龙俊说 那些龙子龙女都是上位巅峰天王 而我们两个现在都只是下位天王 仅凭我们两个 就算有混沌援京 也是奈何他们不得 所以 我们接下来需的情家修炼 现在狩猎竞赛开始还没多久 现机会在狩猎竞赛之后进行 这便意味着我们只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当然 小不点也不见得就会在这次的狩猎竞赛结束后被献祭 但我们的做最坏的打算才行 四年多 九零妮男出生 这一刻 不管是他 还是唐欢 心底有种异常强烈的紧迫感 对于下位天王来说 四年时间 实在是太短了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将修为提升到足以抗衡上位巅峰天王的地步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好在有混沌猿精在手 让唐欢看到了不小的希望 否则的话 唐欢还真不知该如何就小不点脱险 至于天地 就算有混沌猿精 就算给唐欢两个四年 也不可能抗衡得了 得令想办法应对才行 九零 情况紧急 我们抓紧修炼 好 下一刻 唐欢便带着九零进入了混沌猿精的中心空间 九零换出了生死盗莲 进入了其内部空间 生死盗莲存于丹田之内 虽然也能迅速将生机转化为死器进行修炼 但直接在盗莲之内 进行操纵 生机和死器的转化速度更快 修炼速度也更快 唐欢则是在一次融入到了新神雕像当中 运转造化神诀 开始潜心修炼 本身就拥有混沌意韵 而且领悟了混沌道之法则的唐欢 来练化这混沌之力 便如疲惫之时 徜徉于温泉之中 躯体乃至整个灵魂都是畅快窃异 陶陶然如影穷将欲业 令人为之迷醉不已 没一会 唐欢丹田之内 道经总数又如前次那般开始以飙升的姿态疯狂增加 一亿五千一百万 一亿五千二百万 第一千八百八十四张疾风剑龙 吼 昏沉的丛林深处 匍匐于地的一龙猛然惊醒 顺即便是翻身站起 肉齿为张 裹颈前身 口中发出震耳欲龙的咆哮 两颗幽绿的眼珠乐狠狠地盯着前方 大张的血盆大口中 显露出了满嘴锋锐的力齿 龙骏 这么紧张干嘛 对面数百米外 突然想起一阵尖利的怪笑 紧接着 巨树之后 一到十数米长的金色身影显露出来 那竟是一头金龙 其形貌和一龙截然不同 前腿细短 后肢粗长 利剑般的肉刺从脑袋一直眼神到尾巴 看起来锋芒毕露 其体型和龙骏这一龙相比 也是有着天差地别 如果说一龙是一个壮汉 那金龙便如鹰铜 不过 从金龙躯体间透溢而出的气息 却一点都比不易龙弱 显然也有着可媲美中尾巅峰天王的修为 而且 龙骏看到这金龙现身后 那双硕大的眼眸中竟显露出了深深的忌惮 剑刺 你来干什么 龙骏如灵大敌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正向自己走来的金龙 墨地沉声低喝 身躯微微低伏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向对方抱窜而去 发动猛烈的突袭 这个时候 浓郁的黑色气息已是从它躯体之内透溢出来 源源不断地化作狂猛的静气 向四面八方翻卷而去 附近巨树 接连砰砰爆碎 真是笑话 这地方你能来的 我为何来不得 鸣叫剑刺的金龙大摇大摆地向前迈动 不自轻巧 眼中闪露着戏烈之意 身上才六道黑暗印记的气息 嘖嘖 龙骏 你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竞赛已经过去快一年了 你才杀了这么几个猎物 关你屁事 龙骏冷恒一生 却没有丝毫放松警惕 旁硕的肉躯已是紧绷了起来 这个剑刺 乃是龙族中的疾风剑龙 速度快至极点 而且身上的肉刺蕴含的力量 能够凝聚成剑 几乎是无坚不摧 虽然他和对方都是中卫巅峰天王 可若是动起手来 他绝对是胜少败多 此番狩猎竞赛 并不禁止龙族之间的争斗厮杀 当然 这争斗厮杀只限于同等修为境界的龙族 如龙子 龙女那等尚未巅峰天王 是不能主动对中卫天王出手的 若同时尚未天王 或同是中卫天王 则不受限制 这便是说 剑刺若杀了他 并抢走了他的黑暗印记 他死了也等于白死 不会有长老出头为他主持公道 也不会有同族同情于他 而且 当初在龙城之中 他们之间也是发生过冲突的 只是在龙城之中 剑刺就算再怎么对他怀恨在心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可到了这里 剑刺却没了顾忌 他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则则 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胆量不小 立此伸出舌头 甜甜嘴唇 又是怪笑出声 算了 龙骏 我也懒得再跟你浪费时间了 将你狩猎所得的黑暗印记 全都交出来 你还能接着活下去 否则 你就只能成为这些草木的肥料了 绝不可能 龙骏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很声道 在遇到唐欢之前 他猎杀了五只下位天王级别的天兽 从他们体内获得的黑暗印记 交给立此也没什么 可另有一道黑暗气息 是来自于唐欢身边的那个小女孩 他如今以唐欢谱纵 怎可能把他也交出去 既然如此 那你就给我 死 立此眼神一朗 几乎是死自从口中蹦而出的刹那 身躯便已从原地消失 而刹那过后便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出现在一笼右侧 使多米掌的躯体 直接撞向了他那只肉翅 速度快的匪夷所思 龙骏吃了一惊 肉翅猛然张开 如利刃般化了出去 吃啦 广阔虚空都似被切割成了两半 然而 他这肉翅却化了个空 见此身躯一闪 就在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龙骏心神震撼 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 可还没来得及做出其他反应 便决一根楚如遭重疾 哼 见此躯体虽小 爆发出来的力量却是恐怖无比 龙骏痛恒一声 只觉翅骨已断成两节 狂硕的躯体更是再也难以稳住 立刻横飞而出 腾云驾雾搬地摔了出去 竟是连连砸碎了好几棵巨树 才轰然坠落在地 漫天杀石尘土瞬即翻卷而起 龙骏 你可以安息了 见此凝声一笑 如影随形地追逐了过来 如同一抹金色流光 再次向龙骏抱舍而去 这一次却是直接选择了他的头颅 若是壮实 龙骏的颅骨说不定都要站列开来 这对他来说将会是重创 眼见见此来世 龙骏竟是不经反喜 来不及翻身而起 便是扭转脑袋 张开血盆大口 迎向剑刺 似欲将他一口吞没 龙骏 你这蠢货 想要吞我 也不怕崩了牙齿 见此坚声大笑 龙骏这般应对 可说是正中他下怀 话音尚未落下 便已冲龙骏口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中却突然生出了极其不妙的预感 龙骏那嘴巴之内 竟有一幅小小的画卷舒展了开来 什么鬼东西 念头刚刚泛起 见此便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稀释之力 这力量竟是恐怖到了极点 一爆发出来 便如九天之上倾泻而下的洪流 浩浩荡荡 滚滚淘淘 视若雷霆万君 不可抵挡 这一瞬间 见此眼中便是闪露出了荆棘之色 若他此刻没有急速撞向龙骏 就算抗拒不住那力量的稀设 也能够及时调整方向 可现在 他蓄积的力量已是到了即将释放的边缘 别说是改变方向 就算想要杀住这世子 也是极其的困难 没有那股稀释之力 都难以收拾 更何况还有这般可怕的稀释之力 在前方牵引 刹时间 见此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 正在主动投向罗网的小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幅诡异的山水画卷离自己越来越近 只不过电光石火箭的功夫 他便已顺着那稀释之力 一头撞入了画卷之内 第1885章想死都死不了 通 洞府空间 见此如陨石般从高空飞速坠下 重重地砸落在泰玄湖畔 煞石 静气翻卷 土浪冲天 一个深坑迅速显露 剑刺反应薰敏到了极点 立刻便是弹身而起 冲出了深坑 可下一刹那 他便感觉自己像是撞在了一层 无比厚实的无形臂杖之上 不由得悚然一惊 立刻转变方向 却是同样的结局 连续数次左冲右撞 却只是在方圆数十米空间之内不停地打着转而 剑刺眼神中混杂着惊怒和急躁之色 他终于醒悟过来 自己似乎被困在了一个无影无形的囚龙之内 最让他焦虑的是 这囚牢不仅坚不可摧 而且还似在不停地收缩 剑刺 你不是很能厉害吗 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 一个激潮的声音陡然响起 竟是龙骏旁硕的躯体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囚龙旁侧 毫不留情地奚落起来 龙骏 这是什么地方 剑刺寻生转身 两眼死死地盯着一龙 目若喷火 他已经意识到 这里并非是天狱龙宫的任何一处区域 在天狱龙宫 哪怕是一根草 体型都要远超于他 可在这里 他一把可以抓住大片杂草 这里 说不定会是你的葬身之地 龙骏怪笑一声 信誉地望着剑刺道 当然 你若表现得够好 说不定主人还会饶你一条小命 主人 剑刺文言 呆了一呆 可顺即便是眼神大变 那龙骏旁边 净土雾地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个是身穿黑衣 面容俊秀的年轻男子 另一个则是粉雕玉琢般的彩裙小女孩 他们居然是人类修士 刺意识到了什么 剑刺勃然大怒 立鹤道 龙骏 你这剑种 居然认猎物为主 简直是丢尽了我们龙族的脸面 主人之能耐 岂是你这孽序所能揣舵的 龙骏不屑地喷了个响鼻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暴跳如雷的剑刺 能有这样的主人 乃是龙骏的荣幸 剑刺 你如今已是主人的龙中之球 我劝你还是事项一点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免得自讨苦吃 说到这里 龙骏又是讨好地冲刚出现在身边的年轻男子道 主人 这个剑刺和我不同 我是下阶度捷登天而来的龙族 可他却是这天狱龙宫的土著 在那六个龙子龙女中 有个土著龙子便是他的靠山 好 那年轻男子正是唐欢 文言辅长笑道 那龙子既是他的靠山 两者之间关系想来不错 这样的话 倒是派得上用场 略为沉思片刻 唐欢便向剑刺卖了过去 你可有方法联系上那龙子 剑刺冷冷地盯着唐欢 不再出声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 唐欢不觉笑了一笑 下一刻 那空间球龙收缩的速度便是陡然暴增 剑刺敏锐地感觉到了周围的变化 不由得心中一沉 从头到尾 那一道道肉刺之内 各冲出了一股浓郁至极的金色气息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这金色气息变化作了一道凝弱食指的巨大剑芒 主人 小心 一龙瞳孔走缩 下意识地出声提醒 那剑刺竟是施展出了几封剑龙最强大的手段 吃 几乎是龙骏声音响起的瞬间 那道金色剑芒便时暴逝而出 以心神都难以捕捉的速度刺向了身前那度无形臂障 简简单单的公式 不仅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更是透散出一种灵力至极的意韵 好似无间不摧 电光石火间 这四可展天裂地的剑芒 便落在了那臂障之上 竟是催枯拉朽班地刺入了臂障之内 看到这一幕 龙骏不由得一惊 不会让这家伙逃出来吧 不过 一想到唐欢那快能够幻化出庞然巨物的宝贝 他便彻底放下心来 就算真逃出来又如何 用宝贝给他来一下 保证砸得他骨断肉碎 然而 他脑中刚转着这样的念头 接下来的画面就让他愣住了 他本以为那无形囚龙会被剑刺催动的金色剑芒撕裂开来 可刹那过后 那无形臂障竟如连一般急剧波动起来 而刺入进取的金色剑芒便似陷入了泥沼之中 不但再也前进不了分毫 反而开始扭曲 剑状 剑刺也是极为吃惊 下一刻 他便是狠易咬牙 浓郁的金色气息再次从肉刺中升腾而起 可这回 还没等他们聚合成型 他的活动空间便已被彻底压缩 长达十数米的躯体竟是动弹不了分毫 那些金色气息也渐渐散化开来 那道陷入空间囚龙中的金色剑芒 也是不断地被消磨 没一会 便在剑刺两道目光的注视下烟消云散 这番变故 让剑刺眼中不自禁地多出了一丝惊恐 他从没想到 自己竟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反抗能力 现在 哪怕是龙骏出手 也可轻而易举干掉自己 至于那两个人类修饰 虽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 但能令龙骏臣服 想来实力不会比他差吧 估计最低都是中卫巅峰天王 甚至有可能是上卫天王 他们若亲自出手 自己更是没有半点活命的机会 我不会杀你 唐欢不及不徐地走到剑刺身前 这句话令他心头一松 可唐欢接下来的话 却令他神色奏变 不过 你既然进了这里 便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 你发下天道誓言 效忠于我 第二 我在你的灵魂中种下傀儡魂印 结果 还是得效忠于我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看看如何选择 想要我效忠于你 门都没有 一股莫大的羞辱感从心底狂涌而出 历次经不住历声咆哮 人类 你忘了我还有第三种选择 那就是死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 历次便是双目怒争 那两颗幽黑的瞳孔立刻就被浓郁的金色覆盖 主人 这魂丹要自杀 龙骏即声道 自杀 唐欢冷笑一声 我不让他死 他想死都死不了 转念之间 是魂刺便已发动 那戏若牛豪的尖刺 静止穿透空间求龙 直入这几封建龙的灵魂深处 第1886章两亿道经 好 快点 给劳子走快点 半日过后 一处繁茂的丛林中 龙骏大不留心 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 身后数百米外 见此搭拉着脑袋 便如瘦奇的小媳妇般捏捏地跟着 那双眼眸中满是难以掩饰的愤懑悲哀和无奈 龙骏不时地回头看看 颇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那家伙被禁锢之后 竟还想要自杀 也不想想主人的手段 在他面前 是想自杀就能自杀得了的 于是 当自杀被阻止后 那家伙被迫选择了主人给出的第二条路 灵魂中被种下了一颗傀儡魂印 结果 那家伙毫无意外地成了傀儡 只要一想到这个 龙骏便是大感解气 也为自己先前的抉择而庆幸不已 他若是没有明智地发下天道誓言 现在估计也是和那家伙一样的下场了 历史效忠 只是蒲纵 被强迫种下魂印 却是傀儡 蒲纵 怎么说都比傀儡要好一点 这次出来 主人交给他和那家伙的任务 是用一切方式尽可能多地寻找其他龙族子弟 将他们情下 送入主人那处空间 他们的下场 也将和剑刺那家伙一样 被种下傀儡魂印 成为主人的傀儡 对于接下这个任务 他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这天欲龙宫虽然是龙族的天下 可这个族群 却没有丝毫的团结可言 土生土长的龙族土著 对下界登天而来的龙族的歧视羞辱 排斥可说是家常便饭 土著龙族之间 下界龙族之间也经常互相欺凌 互相争斗 龙郡渡杰登天已有数千年 辛辛苦苦才踏入中卫巅峰天王之境 可在龙城之中 依然是没有什么地位 对此 他早就深感不满 哪怕是其余龙族全都死光 他都不会有任何愧疚 更何况 这趟任务 还是以他为主导 如何行事 见此那家伙须得听从他的命令 今后出现的其余傀儡 也将由他率领 此存间 龙郡又是回头望去 却见见此已落下数千米 不由得勃然大怒 你这只小爬虫 还是不是疾风剑龙 跑得比竹林金蚁都还要慢 简直就是给你们疾风剑龙一族丢脸 以 见此修奋莫名抬起头来 若在以前 这混蛋哪敢这般对他说话 你什么你 赶紧给老子滚过来 看到剑刺的模样 龙郡大胆畅快地捏了捏爪子 凝笑起来 你若走不动 老子可以帮忙拎着你走 剑刺深吸口气 恨恨地看了龙郡一眼 强压下心头的怒意 瞒着头悄然加快了脚步 洞府空间太悬殿 九龙你的这颗黑暗印记 还是继续留着 以后说不定还得用它 唐欢看着九龙没清楚那条小黑龙 经不住笑了起来 如果没有龙郡突然出现 九龙的黑暗印记早已被炼化了 根据龙郡提供的那些消息 判断出小不点正身处险境之后 唐欢和九龙都急于修炼 提升修为 两人竟都将炼化黑暗印记知识给忘记了 若非此次龙郡遇险 唐欢和九龙估计还在混沌园境内全新修炼 没有意识到这点 不过 现在有一头一龙和一头疾风剑龙在外 倒也用不着急着再去炼化九龙的黑暗印记 留着它 或许日后真有用的这个时候 好 听大哥的 九龙点点头 玄机便是有些兴奋地手舞足道 还是大哥的办法好 有龙郡和剑刺联手 就算在厉害的中卫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都能请下 等控制的中卫巅峰天王龙族一多 便可请拿上卫天王级别的龙族 上卫天王龙族多起来的时候 抓一两个龙子龙女绝对不是问题 那个剑刺是土著龙族 在龙城的地位更高 肯定能联系到不少龙族强者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就能接连给我们带来惊喜 是啊 半年前突然得知小步点有险 一时乱了方寸 唐欢欣叹口气 颇有些惋惜的道 若是半年前就开始按照这个方法进行 估计现在已经拥有众多中卫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 可以尝试着捕捉上卫天王级别的龙族了 好在现在也还不算太晚 我用见新的灵魂力量 明练了一些傀儡魂印 话音为顿 唐欢又道 龙骏和剑刺捕捉的龙族强者 有剑心处理就行 我们接下来 还是得专心修炼 龙族傀儡再多 有时候也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最关键的 还是得我们自己的修为的提升起来 九龄汉首道 大哥 我得到外面去修炼了 修炼了半年 混沌元经的通道中的生机 已有些供应不来 再修炼下去 吸取的就是这洞府空间的生机了 外面虽然危险一点 但更适合修炼 也好 你多加小心 唐欢略意犹豫 便答应下来 若有龙骏和剑刺应对不了的危险 不要逞强 立刻进入幻剑天府 我会小心的 又嘱咐了九龄一阵 唐欢才令剑刺将他送出洞府 有龙骏和剑刺守护 有剑刺时时刻刻看顾 他应当不会出什么意外 片刻过后 唐欢再次进入了混沌元经 与那心神雕像融合在了一起 半年时间 唐欢的道经数目由一亿五千万 增加到了一亿九千七百多万 只剩两百来万 便可达到下位天王的极限 有这么多的混沌之力 唐欢对冲击众位天王之境 有着极大的把握和自信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吼 数点 一声低吼 打断了泰旋湖畔的平静 一头躯体长近万米 头颈如舌的巨龙坠落下来的刹那 就被空间囚龙困住了 躯体伤痕累累的他 反抗之力已是极度微弱 只挣扎了几下 便被彻底禁锢 没过多长时间 这巨龙就被送离洞府空间 其灵魂深处却已多出了一枚傀儡魂印 两亿道经 那混沌猿经的心神雕像之内 唐欢心底经不住泛起了一抹喜意 终于可以开始冲击中卫天王之境了 第1887章中卫天王 对唐欢来说 下卫天王晋升中卫天王的难度 要远低于九品天侯晋升下卫天王 只要能够保证充足的力量供应 踏入中卫天王 几乎是水到渠成之势 以前 唐欢最发愁的便是力量 同样凝聚一颗道经 唐欢消耗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其他的下卫天王 冲击更高境界的消耗更是海量 有混沌猿经在手 便等于是解决了唐欢最大的难题 修炼到现在 混沌猿经储存的力量 依旧是连半成都没有消耗掉 这给唐欢的欣喜是非言语所能形容 有这等磅礴的力量 唐欢底气无比的充足 瞬即唐欢便是再次静心凝神 混沌之力以更快的速度被牵引至心神雕像 往他躯体之内汹涌而去 时间是如飞缩 太旋殿 混沌猿经之内 唐欢窥然不动 太旋湖畔 各种龙族的吼叫声却是不时地回荡开来 围着沉浸异常的洞府空间 凭添了几分生意 吼 广阔的峡谷之中 龙骏奔腾纵月 不时地发出几声长吼 神色坚颇有点 质得意满顾攀自雄的意味 在他身后 剑刺意不意趋地跟着 不过 现在他的可不再像以前那样 只有剑刺这么一个根屁虫 方圆数千里范围之内 除了他和剑刺之外 还有另外三十六条龙 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每一条龙都是中卫巅峰天王 之所以分散开来 也是为了谨慎起见 在这场五年的狩猎竞赛中 龙族之间 虽也会互相合作 但多是两三条龙结伴同行 能有十条龙的队伍 就已是非常罕见 三十八条龙聚在一起 声势太过巨大 若是被其他龙族子弟发现 容易起疑 从他和剑刺又补了第一条龙开始 这龙群便似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不到一年时间 便已达到了此等地步 现在 他已有些不太满足于 诱补中卫巅峰天王龙族 所以令剑刺引来了一条 上卫天王级别的土著龙族 三十八个中卫巅峰天王龙族 联手为补一个上卫天王龙族 成功率非常高 若是目的达成 今后便可专攻上卫天王龙族 一想到将来会有众多原本高高在上的上卫天王龙族 对自己俯首天尔 龙俊心头的爽感可说是无法言喻 一年多以前 他何曾想过 自己能有如今这样的威势 当然 他也没忘记 自己这威势来自于谁 小主人 待会动手的时候 还得请小主人暂时避避 以免遇到危险 片刻过后 龙俊便是讨好的孝道 被他称作小主人的 自然便是九龙 这小丫头自从离开洞府空间后 便一直藏在龙俊的耳洞中 和这一龙的旁硕体型相比 那耳洞自然是小得可怜 可相对于九龙来说 却是一处巨大的空间 放心 你们只管动手 不必管我 九龙对小主人这个称呼颇为受用 笑了一笑道 这段时间 万见天徒一直都放在他身边 有见心在 他自然也是底气十足 话一说完 九龙便再次合起了美眸 换出生死到连 闪身而入 他这番出来 只是出来透透气 看看外面的情况 如今 他已是接近下位巅峰 再过段时间 并可冲击中卫天王之境 没一会 便开始有棒驳的生机 大片大片地 从周围草木中分离而出 向龙俊耳洞呼啸而去 察觉到耳洞中的动静 龙俊黑黑一乐 他当然知道九龙不可能有危险 不过 他只是发现九龙现身后没画照画而已 对于已效忠唐欢 而且安心于现在身份的他来说 既然见不到唐欢这个主人 自然地和唐欢身边的这个小女还打好关系 后边不远处的见词见状 却是经不住撇了撇嘴 竟对一个情鸟幻化而成的小女还如此谄媚 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高贵龙族的颜面已被其丢尽 真不知主人为何会让他来统领这么多龙族 暗骂了一阵 见此突然加快了脚步 谄笑着压低声音道 统领 五要那家伙就在前面 据我们估计只有万里 好 龙俊点点脑袋 口中墨地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 吼 声如雷霆 在天地间轰隆隆震荡 远传数千里之外 轰 洞府空间 唐欢体内仿佛掀起了狂涛骇浪 强横无匹的气息向四面八方咆哮而去 顷刻间 便已透出圆巾 在洞府内蔓延 气息所过之处 虚空波道 天地震动 天地规则立刻被引动 顷刻之间 整个洞府都沸腾了起来 紧接着 这气息强度便开始急剧飙升 过了一会儿 这洞府天地才总算是恢复平静 那冲涩着整个洞府区域的恐怖气息 也是收敛得干干净净 中卫天王 心神雕像中 唐欢猛然睁开眼睛 长欲口气 眸子深处 隐隐泛着欣喜和激动 此番冲击中卫天王之境 耗费的力量实在是多得吓人 混沌猿精蓄积的混沌之力 已是耗去了一成 不过能以这一成力量 换取晋升中卫天王 实在是太值了 修为境界的提升 让唐欢清晰地感受到自身实力 和以前相比 有了飞跃般的增长 就算是上卫天王 唐欢也敢试试首 若能修炼到中卫巅峰天王的地步 再配合众多龙族强者 即便上卫巅峰天王 也可一战 自或知有关献祭的消息以来 唐欢对成功救出小不点 有了不小的信心 可惜 唐欢不敢让仙体分身 也进入这天狱龙宫 不然的话 凭借这里无比充沛的仙灵之意 仙体分身的修炼速度 恐怕不比炼化混沌之力的 本体慢多少 若和分身联手 唐欢实力必将更强 小不点是亲人 珊珊 穆颜 凤鸣和玉飞烟 他们也是亲人 如果和珊珊他们约定的时限还长 倒是可以让仙体分身进来修炼帮忙 可现在 唐欢却不能这么冒险 一旦进入天狱龙宫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本体不在赤盲天 仙体分身必须坐镇黄龙天府 等着珊珊他们度节灯天上来 也好有个照应 唐欢不能让本体和分身都困居于这龙宫之内 第1888章人族驻地 也不知现在控制了多少龙族强者 半赏过后 唐欢收射心神 一个念头从脑中掠过 却是没有询问见心 而是意念之间 便与心神雕像分离 出了混沌元经 继而又离开了洞府空间 当再次现身时 已是置身于一棵巨树之巅 大哥 你出来了 快看那里 身判 九龄看到唐欢 不由得欢呼雀跃出声 抬手指了指前方 唐欢凝目望去 瞬即便将那边的状况收入眼中 数十里外的一座山谷之内 此刻已是一片狼藉 震天动地的嘶吼和咆哮此起彼伏 源源不断地激荡而至 巨大的音波 令得凹鼓周围虚空都为之波动不休 那里 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大战 战斗的一方 是十数个体型不一的龙族强者 各个都是上尉天王的实力 另一方 也是龙族 实力却是达到了上尉巅峰天王的地步 而在周围 还有数十个中尉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强者虎视眈眈 龙骏 剑四 赫然就在其中 他们这些中尉巅峰天王 并没有一来就参与到上尉天王和上尉巅峰天王之间的战斗中去 而是在旁边寻觅时机 中尉巅峰天王四十五个 上尉天王十二个 干得不错 唐欢满意地笑了起来 除去最开始的龙骏和剑四 近段时间 剑星用傀儡魂印控制了五十五个龙族强者 如今更是开始对上尉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下手 这让唐欢颇为惊喜 只要再控制几个这等强者 便可将目标描向龙子了 九龄 狩猎竞赛现在过去多久了 四寸间 唐欢忍不住问道 我昨天才问顾龙骏 已经过去两年半了 九龄应了一声 旋即便惊喜地道 大哥 你已经是中尉天王了 刚刚突破的 你也是突破在即了 唐欢笑道 可惜就算晋升为中尉天王 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九龄有些郁闷地道 可刹那过后 他便又笑颜逐开 大哥 我们还有一个熟人在这天狱龙宫里面 你猜是谁 唐欢唯唯一争 一道身影下意识地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不会是肖子含肖宗主吧 没错 就是他 九龄拍掌大笑 我也是三个月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个时候刚抓住的一个上尉天王龙族很不服气地透露 说他在一年前和一个人族的上尉天王交过手 受了暗伤 还没有痊愈 这才悲情 进入天狱龙宫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遇到一个人类修士 我当时特别好奇 所以多问了几句 结果 发现他说的那个人 很像是肖宗主 于是就又试探着给肖宗主传了一道讯息过去 没想到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他居然真的在这天狱龙宫 而且还突破到了上尉天王之境 和那个龙族强者交手的也正是他 说到最后 九龙有些乐不可之地挥舞着两只小手 眉宇间满是掩饰不住的浓浓笑意 真是想不到 肖宗主竟也进入了这里 唐欢也是倍感意外 不过 很快心里便有了种他相遇固执的欢喜 虽然还没有真正见面 但能够获知他在这天狱龙宫的消息 也是一桩莫大的喜事 九龙 可知肖宗主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现在距我们这里已经不远了 九龙笑咪咪的道 这三个月 我们便是往他那里赶去 估计很快就要到了 大哥 听肖宗主说 他那边是人族修士经营多年的一个隐秘驻地 里面聚集着很多的人族天王 甚至有不少上尉天王 哦 天狱龙宫竟还有这样的所在 唐欢亚义的道 据肖宗主透露 那些天王都是来自下三十六天 他们有的才来到这里数十年 数百年 可有些进入这里 却已有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 都是因为找不到离开天狱龙宫的办法 这才抱团自首 以抗龙族 九龙笑盈盈帝说道 显然对那个地方的情况 已是颇为了解 龙族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他到底在哪里 却没有任何龙族知晓 上万年都没有离开 唐欢文言点点头 却是心中暗领不已 既然上万年时间 都没有找到离开天狱龙宫 那个的法子 可想而知 要活着从这个地方走出去 是何等的艰难 唐欢能想到这点 九龙自然也不例外 大哥也别被吓到 我相信大哥 一定能找到出路的 不过 九龙却是魂不在异地笑道 退一万步说 就算真的找不到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我的生死到连麻 只要给他蓄积足够的力量 完全可以打破 这天狱龙宫的空间避障 回归赤盲天 你说的导也即有道理 唐欢稍稍一愣 经不住哑然失笑 罢了 先不想那么多 等到了那个地方再说 现在 还是得赶快把这 三位巅峰天王控制住了 有了他 接下来要抓捕其他龙族强者 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大哥 放心 那条龙绝对跑不掉 九龙拍拍胸膛 神色赌病 吼 近乎九龙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嚎便已响起 那条被猛烈围攻的火红巨龙 被另一条巨龙甩尾抽了个正着 竟是从高空狠狠地摔落在地 下一刻 惊天动地的暴鸣便再次蹦起 不仅那十二个上尾天王 围绕在四周的四十几个中尾巅峰天王 也是暴起发难 数十道狂猛异常的攻势 瞬间将其躯体完全覆盖 竟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留 本就坑挖不平的旁硕山谷之内 一个更大的凹坑迅速呈现了出来 包坑深处 虚弱的身影传出 紧接着 那一道巨大的红影摇摇颤颤地冲了出来 却瞬即跌落于坑洞边缘 已是皮开肉站 鲜血淋漓 粗重的喘息之声 即便是远在数十里外的唐欢和九龄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第1889章灵影山脉 看到这幅画面 唐欢和九龄惊不住相视一笑 尚未天王级别的龙族傀儡 到手了 下一刹那 一直漂浮于旁侧的万剑天图 便向前呼啸而去 顷刻间 便已抵达山谷上空 徐徐舒展开来 恐怖的稀释之力 随即从高空倾泻而下 将那火红巨龙笼罩在内 对此 龙骏和剑刺等数十名龙族 强者 都已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基本上都经历过 这样的一幕场景 瞬息过后 那火红巨龙便已从数十龙族 强者的视线中消失 呼 山水画卷重新合拢 顺着原路倒飞而回 龙骏眼间 立刻就发现了数十里外 助力在九龄身判的唐欢 顿时便似打了鸡血 一般兴奋起来 主人现身了 还不随我拜见主人 话音尚未落下 他旁硕的躯体便以腾跃而起 风驰电掣搬地冲了过去 剑刺和武要等数十龙族 强者面面相去 顺即也都跟了龙骏后面 勉励了龙骏他们一番 唐欢便再次回归洞府 太旋殿 混沌园经中心空间之内 唐欢沉静心神 继续修炼 不知不觉间 又是两个月过去 一座座高耸入云的 维俄飓风之间 大河如蜿蜒辗转的巨龙 从高处奔腾而下 滚滚滔滔 声势浩大 河畔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急速前行 正是龙骏和剑刺 其余数十个龙族强者 依旧分散于周围方圆数千里区域 两个月过去 这个龙群又增加了五个新成员 其中两个是尚未天王 三个是尚未巅峰天王 算下来 龙骏麾下 已有尚未巅峰天王四个 尚未天王十四个 中未巅峰天王四十四个 除他是以天道力士效忠之外 其余全部都是傀儡 虽然结果都是效忠唐欢 可过程的不同 却让龙骏颇有优越感 竖点 龙骏嘴巴一咧 连忙停住了脚步 呼 紧接着 一股飞速飙升的强大气息 从他耳洞中透溢出来 这气息蕴含着无比浓郁的死疾之意 顶刻间 他便化作了猛烈无匹的死气风暴 向四周席卷而去 刹时间 空间波荡 天地震动 方圆数千里之内 仿佛成了死欲 可近乎同一时刻 可怕的天道气息已是凭空衍生出来 与那道满是死疾意韵的气息紧密地勾连在了一起 另置身于这范围当中的众多生灵都是心神计颤不已 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让见此唯唯一争 可顺及眼中便掠过一抹恍恶之色 龙骏嘀咬咬嘴 只觉耳洞都要炸裂开来 强行按捺住了摇晃脑袋的冲动 头部稳稳地定在了空中 过了好一会儿 那股气息终于收敛 周围天地之间 那刚被压制的生意 也是迅速地恢复过来 恭喜小主人晋升中卫天王 片刻过后 龙骏便是开口出声 眼中满是谄媚的笑意 中卫天王而已 九龄的身影从龙骏耳洞中一闪而出 不以为异地摇了摇头 在这天狱龙宫 中卫天王多的是 一点都不稀奇 话虽是这么说 可九龄纯角却是微微一瞧 梅雨间泛起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 他们哪能和小主人相比 龙骏满脸钦佩 大拍马屁 那些人类修饰或是龙祖子弟 无不是花费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才由下卫天王 晋升为中卫天王 可小主人宁 却只用区区数年就做到了 和小主人宁相比 他们全都是废物 你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 虽知道这家伙是故意在吹捧自己 九龙还是黑黑一乐 没开眼笑的道 和他们相比 老子的确是个天才 不过和大哥比 我这速度还是慢了许多 你可知道我大哥现在还不到一百岁呢 啊 龙骏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他这两年和九龄混得极为手忍 也知道他是幽冥九龄鸟所化 九转涅槃 轮回重生 活到现在已是不知过了多少万年 才能够在修炼之徒上勇猛精进 连连突破 至于唐欢 在他想来 真实年岁就算不如九龄 估计也已超过了千岁 可没想到 他居然不足百岁 若是放在拥有漫长寿命的龙族 百岁就跟跟牙牙血雨的鹰铜差不多 可唐欢这个人类修士 竟已是中卫天王 以他的修炼速度 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 便可晋升上卫天王 乃至登上天地之境 假以时日 成就至高无上的天尊之位 也有极大的可能 这一刻 龙俊突然无比庆幸 自己当初所做的选择 如果硬撑着不臣服 现在的他 早已灰飞烟灭 而臣服唐欢 初时的确是觉得颇为憋屈 但现在 他却是真真切切的绝对 有这样一个主人 着实是自己的荣幸 要知道 现在的主人虽只是中卫天王 可将来却会是天帝 甚至是天尊 龙俊身后 见次也是惊恶莫名地 瞪大了两颗眼珠子 将两龙神色收入眼底 九龙得意地笑了一笑 也不再多说 而是快速地还扫一眼 龙俊 现在到哪里了 小主人 我们刚进入 林颖山脉的边缘地带 龙俊恍然回神 连忙说道 林颖山脉 这么说 我们已经到地方了 九龙文言 那张俏丽的小脸蛋上 不由得流露出了 一抹欢喜的笑意 萧子涵 如今就在林颖山脉之内 那隐秘的人族筑地 也是位于这林颖山脉 把其他龙族强者召集过来 让他们先进入洞府空间 九龙略一沉吟 便开口吩咐道 六十多个龙族强者 几乎同时进入林颖山脉 这动静太大了 若是继续前行 说不定会引起那些人族 修饰的误会 反正战时也用不着这些龙族强者 倒不如让他们战时 避入幻见天府 他们都是傀儡 不会泄露消息 待日后离开林颖山脉时 再将他们放出来 是 龙骏汉手答应了一声 口中瞬即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吼 声音虽是不大 却极具穿透力 请客间就已传遍方圆数千里 那数十龙族强者 听到声音 立刻调整方向 纷纷朝这边奔腾而来 第1890章龙族间隙 九龄助力于龙骏脊背之上 万见天徒已悄然舒展 只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有轰隆隆的声音激荡而至 却是一条火红巨龙 出现在河流另一边 请客间 便从河流上空纵月而过 随后顺着山水化 眷浮散开来的西式之力 进入了洞府空间之内 进那火红巨龙之后 越来越多的龙族强者赶来 被剑新射入洞府 连半壳中的时间都不到 分散于四周的龙族强者 就已在洞府空间齐聚 还河畔便只剩下龙骏刺 以及九龙 龙骏和剑刺 都只是中卫巅峰天王 留他们跟在身边 想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将碧龙的卷轴抓入掌中 九龙随即取出一枚薄薄的玉片 这是一种用来远距离传递资讯的器具 里面蕴含着肖子涵的心神烙印 将自己所在的位置告诉肖子涵后 九龙便号整以侠地在这河畔等着 据肖子涵透露 那人族驻地坐落于林影山脉深处 乃是一处独立空间 入口极其隐秘 若无熟人引路 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 而且 这林影山脉各地 都潜藏着人族强者 贸然闯入 很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 他就干脆在这里等着肖子涵来接 小主人 有人泪羞睡过来了 片刻过后 剑刺的声音树地响起 这头小金龙悄然出现在了九龙身判 这么快 九龙从龙峻背上弹身而起 有些亚异地低呼出声 继而梅雨间便多出了一丝笑意 他才刚给肖子涵发送消息不久 他现在就赶了过来 想必是原本就在附近 可顺席过后 他便轻易摇头 来人并非肖宗主 河流上游尽头处 六个小点末地显露 顺流而下 迅疾如电 弹指间的功夫 和九龄相聚便已不足千米 从细细判断 那六人当中 有中尉巅峰天王一人 尚未天王两人 不过 他们的神色似都颇为不善 九龄下意识地感觉有些不妙 唯一皱眉 刚要开口 那六人当中的一名魁梧老者便是力声大贺 这灵影山脉可不是天狱龙宫的其他地方 你们龙族搞狩猎竞赛 竟敢跑到这灵影山脉来 真是不知死活 杀了他们 也让其他龙族孽须再常常记性 明白这灵影山脉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 开口之人 正是那上尉天王 是 另外哪个中尉巅峰天王轰然硬核 一件件武器在掌中闪现 煞时间 亿万道璀璨荧光冲涩天地 按着 九龄连忙喝道 六位朋友 我是数年前才从赤芒天进入天狱龙宫的修士 这两条龙是我收服的仆纵 已和龙族的狩猎竞赛无关 我来此 也是为了寻找固有 并无他意 诸位朋友不要误会 他们是你的仆纵 那魁梧老者等人文言 都是经不住愣了一愣 可顺及那魁梧老者便似听到了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纵声大笑起来 小丫头 你以为老夫等人是三岁又同不成 竟用这种漏洞百出的谎话来蒙骗我等 以区区一个刚晋升不久的中卫天王 也能降伏中卫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子弟 收他们为仆纵 诸位 这小丫头并非我们人族修士 而是天寿所化 如果老夫猜得没错的话 她必是龙族奸细 为的便是探查清楚这灵影山脉的虚实 以便将我等剿灭 梁队长说的没错 龙族早就是我等为眼中钉肉中刺 恨不能拔除而后快 这小丫头还说自己是来着寻找固有 着实可笑 她必是龙族细作无疑 真是可惜呀 这么漂亮的小丫头 今日就要香消玉允了 诸位 我们不必再和她废话了 她和这两条龙说不定只是其中的一波 赶紧把他们处理了 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那五名中卫巅峰天王也是纷纷应和 好 听完那魁梧老者的长篇大论 龙骏早已怒不可遏 狂笑出声 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 竟敢对小主人不敬 简直是找死 小主人 这些混蛋真是不可理喻 依我看 不如先教训他们一顿再说 见次也是怒形于色 是啊 小主人 他们太过分了 九零文言 略有些迟疑 不管是因为萧子涵的缘故 还是他们都是人族修士的缘故 九零都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 毕竟双方不但不是敌人 说不定还能合作对抗龙族 可没想到对方一露面 就不分青红皂白 指责他是龙族奸细 对他喊打喊杀 他那些话 的确有引人怀疑之处 但这些人完全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这让他很是恼怒 他虽然已活了漫长岁月 可依然没有忍气吞声的习惯 不过 想到深陷险境的小不点 九零还是将胸中怒意压了压 准备再多说几句 小主人 这戏演得倒挺像那么回事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对面那老者便是大手狠狠地向前一挥 冷笑出声 诸位 一个不留 杀 杀 那五名中尉巅峰天王再不迟疑 一个个身如流光 爆射向前的同时 挥动了手中的武器 周围天地规则 立刻就被引动 一道道强猛至极的攻势如洪流般滚滚滔滔地咆哮而出 似要将九零 龙骏 剑刺彻底淹没 这一瞬间 恐怖的气息波动已是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视若排山倒海 可恶 九零勃然 这些家伙出手毫不留情 还真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置自己于死地呢 既然解释不清 他也不可能引紧就路 先打过这一场再论其他 龙族子弟视这灵影山脉为禁地 这些人族强者对此也极为自傲 估计也是多年来在这灵影山脉范围内拔护惯了 从来没有受到过教训 才这般蛮横 嘎唧 上 口中发出炸雷般的提名 九零腾空而上 转瞬之间 他便化作了本体幽名九零鸟的模样 异常狂硕的躯体浮于高空之上 提表羽毛泛着银润亮泽的九彩荧光 令人目眩神迷 可他体内透溢而出的死疾之意 却是恐怖到了极点 仿佛这一刹那 方圆百里范围之内的生机 都已被死气侵蚀 原本生意盎然的草木竟是迅速枯萎 第1891章故旧相逢 幽名九零鸟 魁梧老者是个见多是广之辈 立刻就辨认出了九零的身份 不由得暗呼出声 还是已经九转轮回的幽名九零鸟 刹那过后 魁梧老者看向九零的目光 就变得炽热起来 眼眸深处 贪婪之色不自尽地浮露而起 九转轮回的幽名九零鸟 寿命悠长 在这方面 他甚至超越了天尊 几乎到了不死不灭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 经历过九转轮回的幽名九零鸟 在修炼上几乎没有任何瓶颈 只要不被干掉 踏上至高无上的天尊之境 极无悬念 若能控制一只幽名九零鸟 便等于是控制了一个未来的超级强者 这由不得他不心动 最重要的是 这幽名九零鸟如今只是中尉天王 控制他 简直不要太轻松 哼 一声巨响激荡开来 那五名中尉巅峰天王已是何龙峻 剑刺硬汉在了一起 恐怖的劲气如狂涛骇浪 搬向四周翻卷而去 所过之处 草木皆成积粉 旁侧河流之中 也是掀起了数百米高的巨浪 无数浪花飞溅而起 一击过后 一名中年男子已是口吐鲜血 倒飞而出 亮亮枪枪地坠落在数千米之外 却是见此以惊人的速度 避开了那几人的攻势 撞上了他胸前仓促凝聚而成的 天元壁杖之上 直接将他撞了出去 不过 没有这等速度的龙峻 却是被几道强猛的攻势覆盖 狂硕的躯体瞬间暴退千米 不过 这家伙皮粗肉厚 身上虽增添了不少伤痕 看起来血淋淋的 可实际上实力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好 龙峻昂首私声咆哮 已是愤怒到了极点 这几年来 他率领的龙群队伍不断壮大 几乎是所向披靡 无往不利 尤其是当队伍中多了上位天王级别的龙族强者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这般狼狈过 高空之上 九龄也是极为恼怒 嘴巴一张 浩瀚的死气如溃提红涛般咆哮而出 瞬间化作一道飓风 向河畔那几名人类修饰席卷而去 煞时间 笑音震荡 周围光线似被稀释 空间立刻就变得暗淡无光 也许 还敢唱狂 见状 那魁梧老者眼神为宁 正气凛然地暴喝一声 手中一条火红长枪默然闪现 季月的冥响声中 宁若实直的火红荧光在老者身前爆散开来 寝壳间便是化作一道烟红如火的巨大枪芒 向前爆射而去 枪芒斥裂 所过之处 热意翻腾 这一瞬间 这片区域的温度骤然暴增 仿佛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火炉 轰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火红枪芒便和那死气预风剧烈地碰撞在了一起 惊天动地的暴鸣之声响彻天地 方圆百里空间 都似狠狠地震颤了一下 只不过电光石火箭的功夫 那片死气便被硬生生地撕成碎片 那枪芒则是轰然暴散 化作灵力无匹的灼热静气 继续向九龄负压而去 呼 无数九彩气息从躯体间流窜而出 在九龄身前飞速凝聚成了一道九彩屏障 如巨大的盾牌 将那股静气与它身躯隔绝开来 不过 那静气衍生而出的冲击之力却是异常可怖 瞬间将九龄逼退至千米之外 魁梧老者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这只幽名九龄鸟实力之强 竟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也亏得他才刚刚晋升中尉天王 要是让他再多修炼几年 彻底稳固了修为 怕是能够和上尉天王相抗衡 好在是现在遇到了他 魁梧老者冷恒出声 手中长枪一晃 竟是再次杀向九龄 九龄眼眸为妮眼神煞时冷立起来 心头的怒意已是蓬勃而出 这群家伙真是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他心狠手辣了 转念之间九龄当即决定 让剑星放出必入洞府空间的那群龙族强者 助手可还没等他的想法 化作现实 一声清脆的娇喝便在天地间蹦响 话音尚未落下 一道恶魔窈窕的紫色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九龄和那魁梧老者之间 扣指轻弹 一抹紫色气息便是击视而出 醒刻间 变化作无数紫色剑气 如飞黄般铺天盖地向那魁梧老者呼啸而去 魁梧老者面色为变 身躯暴退的同时 手中长枪如龙 连连刺出 一道道巨大的火红枪花在虚空绽放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便冲涩了身前方圆千米虚空与那电射而至的漫天紫色剑气猛烈相撞 轰 穿金烈石般的巨响震荡苍穹 也干扰到了附近即将再次硬汉在一起的龙骏和那四名人类修士 当那恐怖的静气蔓延过来的时候 五道身影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向后暴退了数千米 以免受到殃及 萧子涵 你这是何意 魁梧老者终于身躯 助力虚空 看着对面千米之外的紫衣女子 脸色颇为阴沉 那紫衣女子 正是九彩仙宗宗主萧子涵 闻言 他却并未马上回应 而是先转身望向九龄 躬身失礼 见过九龄祖师 萧宗主 你可算是来了 九龄旁硕的躯体微微波动 顺即又化作了先前那小女孩的模样 小脸蛋尚有有怒意 正当这时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却见远处 见此已是将那名中尉巅峰天王扑倒在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血盆大嘴和风锐无比的獠牙 那修士鹤的金黄大叫 拼命求救 队长 救我 救我 见此 回来 不等那魁梧老者等人前去搭救 九龄便是冷恒出声 吼 见此滴吼一声 身躯化作了一道流光 只是一个闪烁 便出现在了九龄身后 和龙骏站在了一起 两道目光恶狠狠地扫视着对面的修士 那双眼眸之中 宁漠之色却依旧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来 萧子涵眸中亚裔之色一闪而逝 瞬即便是颇感歉意地道 让祖师受惊了 九龄岛也不至于迁怒于萧子涵 气呼呼地道 萧宗主 这和你无关 实在是这些混蛋太过可恶 我都说了这两条龙是我收服的 可他们倒好 居然硬说我是龙族奸细 想把我们全都杀了 第1892章你可真够天真 那魁梧老者等人 此刻都有些惊疑不定 萧子涵 他们都认识 是紫云天九彩仙宗宗主 这据说是个小宗门 没什么名气 可他却简单人物 进入天狱龙宫没几年 由中尉天王晋升为上尉天王也没多久 但他的实力却非常强悍 一般的上尉天王 基本都不是他对手 半个月前 他甚至和一名上尉巅峰天王切磋 却也只是略逊半仇 可这位萧宗主 居然称那巨鸟所画的小女孩为祖师 那巨鸟莫非是九彩仙宗某位前辈祖师所唤养 在宗门之内辈分极高 才让萧子涵这一宗之主也以祖师称之 魁梧老者目光略过九龄和萧子涵 经不住眼神唯唯闪烁 萧子涵的出现 证明了那小女孩的身份 他的确是来这里找人的 这样的话 自己先前指责他是龙族奸细的说法 似乎就有些站不住脚了 梁队长 这场冲突只是个误会 不过 你们的做法也着实有些太过分了 明白是怎么回事后 萧子涵不由得眼神为冷 他在灵影山外的人族驻地 已经待了好几年时间 对于眼前这群人是什么的姓 他是在清楚不过 以前 他们没惹到他身上 他自然不会理会 可如今七龄到了九龄族市头上 他岂能坐视不理 过分 魁梧老者念头急转 顺即便是冷笑一声 沉生喝道 萧宗主 我看你是在人族驻地待得太舒坦 忘记了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天狱龙宫 是龙族的天下 我等在此地艰难求生 再怎么做都不过分 至于你说这是误会 魁梧老者又是冷笑出声 我却不这么认为 一个明显是兽类所化的小女孩 只有中卫天王的修为 却说两个中卫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子弟 是他收服的仆纵 这话傻子都不会信 他说自己不是龙族奸细 就不是龙族奸细 这世上哪个奸细会承认自己真的是奸细 哪怕他是你九彩仙宗的祖师 也不能保证他进入这天狱龙宫之后 没有投靠龙族 萧宗主 看在你我相识异常的份上 我就在告诉你一个消息 在见到他和这两条龙之前 我们曾发现附近有数十道龙族强者的气息 往这边会聚而来 可当我们过来之后 那些龙族强者 却全都消失了 只剩他们三个 这更是佐证了他为龙族奸细 那些龙族强者必是被他用某种方法藏匿了起来 我们人族驻地的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 萧宗主 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 此时你最好不要多加干涉 否则的话 这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出到最后 那魁梧老者脸上已是一副语重心肠的神色 若非早知其秉性 萧子涵说不定还真会被其蒙骗 以为他真的这般为人族驻地着想 可对方瞥向九零时 眼中那阴阴显露出来的灼热 却让他依稀明白过来 这老家伙究竟在打着怎样的主意 心念间 萧子涵美眸身处多出了一丝灵力 缓缓说道 梁景超 我若不听你劝 你是不是也要说我是龙族奸细 不是老夫说你是龙族奸细 你就是龙族奸细 那名叫梁景超的魁梧老者眼神一寒 应策策地道 萧子涵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证明你自己不是龙族奸细 你这祖师既是龙族奸细 你应该立刻与其划清界限 将其拿下 以正清白 你若是继续执意妄为的话 老夫不得不怀疑你的居心 说不定 你与你这祖师一般 早已投靠龙族 九龙也是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忍不住道 萧宗主 这老家伙是故意的吧 他当然是故意的 萧子涵脸上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对梁景超那番话丝毫不觉得意外 他若不这么做 又怎能把你我这所谓的龙族奸细的身份定死 我们都是龙族奸细了 他继续对我们出手 自然便是名正言顺 否则 他就只能放任我们进入龙族驻地 如此一来 他的那点小心思岂不是要泡汤了 说话间 萧子涵转眼望向梁景超 美眸之内闪露着信誉之意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梁景超脸色一沉 萧子涵 今日你若不出手情下这龙族奸细 不但他和这两条龙逃不掉 你也跑不了 老夫或许不是你对手 可驻地之内 强者无数 绝非你们所能抗衡 你们若是是实物 最好现在便束手就服 梁景超两道英智的目光扫过萧子涵和九龄 回到驻地之后 老夫等人也会为你求情 你们还能有一线生机 否则 今日这灵影河畔 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这话说到最后 语气坚已是杀鸡毕露 萧宗主 我看也不必再和他们废话了 这等阴险狡诈之徒 杀了再说 九龄也是杀新大起 先前 他怒归怒 却并没有将这事太过放在心上 萧子涵出现时 他本以为误会有萧子涵作证 误会很快便可以消除 可没想到梁景超不但继续视自己为龙族奸细 甚至给萧子涵也戴上了一顶同样的帽子 被萧子涵一提醒 他立刻便明白过来 那老家伙之所以死抓着不放 根源恐怕还是在自己身上 最初或许是误会 可自己显露出幽名九龄鸟本体之后 误会就已不再是误会 他显然是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这才这般喊打喊杀 当然他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杀了自己 而是把自己抓住控制起来 既然这样 那的确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插了我们 小丫头 你可真是够天真的 梁景超一听这话 不由得和周围几名中卫天王相视大笑 这种话 萧子涵都不敢说 你也说得出口 天真 我倒不这么觉得 一个清亮的声音陡然响起 九龄身前 一道修长挺拔的黑色身影墨地闪现 要杀你们 其实比仔鸡图狗也难不了多少 第1893张小石头 大哥 看到这道黑影 九龄顿时惊喜的欢呼出声 见过唐欢祖师 萧子涵梅雨间也是泛起一抹欣喜的笑意 连忙躬身失礼 又一个中卫天王 又一个祖师 对面六个修士 都是愣了一愣 瞬即 梁景超便是鸡朝帝大笑出声 离开下36天还不到千年 这些后辈门径都变得如此狂妄自大了 杀我们如宰鸡土狗 小东西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用说了 这个肯定也是龙族奸细无疑 奸细的大哥 还能不是奸细 必定是投靠龙族 否则 他一个中卫天王 哪来这么大的底气 另外几名人类修士都是气急而笑 肆意嘲弄 进入天狱龙宫这么多年 他们还从未被修为弱于自己的家伙小瞧过 可今日倒好 竟接连两次被中卫天王这般蔑视 九龄 既然他们 你说该怎么办 唐欢笑盈盈地转眼看了看九龄 大哥 一时投砸死他们 九龄黑黑一笑 洞府空间之内 那数十个龙族高手若是出来的话 请可见便能将这几个家伙扫灭 肖子涵出现的前一刹那 他恼怒之下 的确是想要请见新疆他们放出来 可冷静下来之后 他却明白 那么做 对今后的行动极为不利 控制一两个龙族强者 让人知道也无法 可控制数十个龙族强者 甚至包括尚未巅峰天王级别的龙族强者 却必须谨守消息 一番泄露出去 让龙族得知 势必会引得龙族震怒 四处搜寻他们 他们想要搭救小不点 有个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龙族在明他们在暗 消息泄露的话 这优势将荡然无存 他们也将成为整个龙族追杀的对象 甚至龙族可以号令整个天狱 龙宫的生灵来对他们为追堵截 或许龙族也能通过龙骏 见此等龙族强者的心神烙印 来追寻他们的行踪 现在 梁景超等人虽感应到了 众多龙族强者气息消失于此处 却不知道他们为何消失 更不知道他们已全部成了傀儡 倒也不必担心 而且 唐欢出现 也不必冒险再把那些龙族强者换出来 一时投砸死我们 当我们是三岁小儿 梁景超愣了愣 旋即便是嗤之以鼻 周围几名中卫巅峰天王 在短暂的愕然过后 也都是哄笑出声 便连萧子涵听到九龄那番话 也是有些愣神 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唯有龙骏 那双幽绿的眼眸之中 却是不由自主地闪漏出了浓浓的京剧之意 数年前差点就被那么一颗小时 头碾压成肉饼的一幕已是烙印在他灵魂深处 哪怕是到了现在 仍旧是记忆犹新 见此则是满脸的激愤和期待 两颗眼珠子睁的溜远 眨也不眨的望着唐欢 唐欢的那样宝贝 他早就不知听龙骏吹嘘过多少次了 却从来不曾亲眼看到过 如今 这大开眼界的机会终于是要来了吗 好 就听你的 唐欢仿佛没有听到梁景超等人的激愤 面头围动 缩小到极致的混沌员精便已在掌中呈现出来 嘖嘖 果然是小石头 来吧 让老夫看看 你是如何用他来砸死我等 见状 梁景超经不住信悦帝大小出声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 他或许会小心谨慎 可在这灵影山脉 他却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而且 唐欢掌中那鹅卵石并没有任何气息透散而出 实在让他感受不到任何威胁 听到他这话 九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那模样就像是在看着一具死尸 捕捉到九龄的目光 梁景超不由得眉头为皱 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那石头难不成真有非比寻常之处 可顺即 梁景超便闪然一笑 是又如何 自己可是上位天王 一个中位天王就算催动的宝物再强悍 又岂能奈何得了自己 更何况 这里可是灵影山脉 这家伙除非是不想活了 否则怎敢真的下杀手 这家伙多半是在装枪作势 他的真正目的 应该是借机逃跑 行 我便满足你这愿望 就在梁景超心念电传之时 唐欢末地轻易汗手 展颜而笑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 那鹅卵石便是朝梁景超等人砸了出去 继而 唐欢 九龙 龙俊 见次已及得到九龄眼神示意的肖子涵 几乎同时向后暴退 讲袍 梁景超冷恒一声 这家伙的反应果然不出所料 诸位 追 一声令下 便要追逐而去 可脚步刚动 梁景超便是眼神奏变 周围另外几个天王修士 也都是惊叫连连 那鹅卵石竟开始 以心神都难以捕捉的速度急剧膨胀起来 甚至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到 苍穹便似被遮蔽了起来 无比旁硕的白影从高空轰隆隆地呼啸而下 视若雷霆万钧 仿佛能将任何障碍都碾成鸡粉 不好 这一刹那 包括梁景超在内的六人 脸色全都变得煞白如纸 那小小的鹅卵石 竟于顷客之间 变成了如此可怕的庞然巨物 虽说他依然没有透溢出任何气息 可他杂落而下的威势 却是恐怖至极 即便是身为上尉天王的梁景超 也是心神震撼不已 快走 回驻地 几乎是没有丝毫迟疑 梁景超手中多出了一枚金银剔透的白色玉片 爆吼出声的同时 天元往玉片之内送去 然后 没有然后了 哼 那已恢复原本形态的混沌员 金蚀是砸落在地 震天动地的巨响猛然爆发 狂暴至极的劲气如惊涛骇浪搬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煞时间 天崩地裂 长河断流 方圆百里 已被备为屏蔽 百里之外 高空之上 初次见识这等场景的萧子涵和剑刺都是双目圆征 难以置信地望着那快如晴天剧著般的庞然大物 即便是九龄 此刻胸中仍是颇感震撼 至于龙俊却是神色复杂无比 上次他是自己被砸 而这次则是看被人被砸 那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跟死亡飞速接近的感觉 的确是令人神魂都似要崩溃 第1894章有点麻烦了 不过 龙俊不会对他们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 此前梁景超等人仗着在这林影山脉 有众多人族强者为后盾 气焰可谓嚣张至极 何曾想到会死的这般冤枉 焦宗主唐欢忽帝开口道 他们这几个家伙一死 人族驻地内的那些天王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吧 不善罢甘休又能如何 焦子涵笑盈盈地道 天与龙宫广阔无比 他们还能找得到我们不成 我原本想着 两位祖师刚到龙宫不久 可以在这里暂时落脚 也能安全一些 既然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不如就此离去 唐欢轻叹道 倒是连累宗主你了 这算什么连累 焦子涵不以为异地笑了一笑 两位祖师有所不知 这林影山脉的人族驻地 并非久留之地 里面的修士仗着有纳储独立空间 不受龙族威胁 几乎都是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忘记了进入天狱龙宫的初衷 说到这里 肖子涵经不住有些惯惜地轻叹了口气 而后又笑道 若是一直待在那里 怕也变得跟他们一样 如果两位祖师没来的话 我最多三年 便会离开 现在离开 不过是提早了三年而已 唐欢文言 不觉笑了一笑 他对这人族驻地 的确是颇为好奇 准确地说 是对那位能够在天狱龙宫开辟出这样一处空间 供人族修士容身的那位超级强者 非常好奇 那等人物 必然知道基督有关这天狱龙宫的隐秘 他自己就算已经魂归冥冥 或者离开了龙宫 他的继承者应该也知道不少 来这里拜访一次 对自己搭救小不点 说不定能有所帮助 可现在 唐欢却已是对那人族驻地没了兴趣 从梁景超等人的表现 便可知道人族驻地里面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肖子涵的言辞 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不必多做逗留了 唐欢探手一抓 高达十万米的混沌员经急剧收缩 升腾而起 一个巨大的深坑 确实将整条河流都截然断了 混沌员经一离开 从上游咆哮而来的水流 便源源不断地往深坑之内灌入进去 至于深坑之内的梁景超等人 已是无人再去关注 只要唐欢不留守 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惨状 不用想也知道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一个上位天王 五个中位巅峰天王 竟皆灰飞烟灭 唐欢此刻神色平静 可心中却也是暗暗震惊 这混沌员经用来杀敌 竟是比九阳神炉还有效 而且随着他自身修为的提升 操控混沌员经时 他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也同样会大幅增强 如果唐欢如今还是下位天王 刚才那一下 估计能砸死那五个中卫巅峰天王 可梁景超应该是能逃脱的 可唐欢晋升中卫天王 且已拥有两亿三千万道经 全力催动之下 那混沌员经威力暴增 于是 上位天王也如他那些同伴一般 化作了肉泥 混杂于坑底的泥土之间 再无存在的痕迹 呼 请客间 缩小了无数倍的混沌员经 便已落入掌中 捕捉到肖子寒好奇的目光 唐欢不禁一笑 正要开口 梅雨间就多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九龄 龙骏 剑刺 你们三个先入我洞府 话音未落 万剑天图便已舒展 稀释之力将九龄 龙骏和剑刺笼罩在内 九龄和唐欢默契极深 一看他神色 便知是有强敌将至 当下也不抗拒 和两条龙一起被吸射了进去 对于唐欢的安全 九龄并不担心 他和龙骏刺进入洞府 便是为了方便唐欢脱身 更何况 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哪还管得了 消息会不会泄漏 直接把洞府中的龙群全放出去便是 估计弹指尖的功夫 便能将来敌全部干翻 若真将来敌一网打尽 消息想泄漏都泄漏不出去 几乎是九龄和两龙身影 消失的刹那 数十道身影便出现唐欢和肖子涵的视线当中 人还没有靠近 一道道强横的气息就以铺天盖地地翻卷而至 将唐欢 肖子涵以及周围数千米区域进阶覆盖 看来有点麻烦了 唐欢好征一侠地将和龙的万剑天图收归丹田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唐欢祖师 你可是怕麻烦的人 肖子涵哑然道 当然不是 唐欢经不住哈哈大笑 他若怕麻烦 刚才就让肖子涵跟着九龄一起进入洞府 然后一个空盾离开了 那群人当中 哪怕有尚未巅峰天王 也不可能追赶得上 就算追上了也奈何他不得 出话间 那数十人便以电视而至 身影连连闪烁 顺即便将唐欢和肖子涵包围在了中间 来者全都是天王 其中尚未巅峰天王有一个 尚未天王十人 其余三十三人 全都是中尉或中尉巅峰天王 是你杀了梁队长他们 一个冷力的声音陡然蹦响 开口的是个身躯瘦长 面容轻默的黑袍老者 神色阴沉到了极点 那双略为凹陷的眼眶之内 两道杀意勃然的目光仿佛凝结成了实质 顺即便是掠过唐欢 落在了肖子涵身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也是我们人族驻地中的修士吧 凭借人族驻地的庇护 你才能活到现在 并且由中尉天王晋升为上尉天王 可你现在居然勾结外人 杀害驻地同道 该当何罪 出道后面 黑袍老者已是声色俊丽 我的说明一点 杀了梁景超等人的是我 而非肖宗主 唐欢望着那黑袍老者 神色淡然自若 你 黑袍老者面色为变 目光一转 只勾勾地盯着唐欢 他身判数十天王 目光也都齐刷刷地转向了唐欢 某中流露出了一丝惊异和难以置信 他们并没有看到之前的画面 只是察觉到这边害人的动静 这才立刻赶过来查看 半途之上又获知一个消息 先一步赶来这边的梁景超等人的心神烙印 已经完全消失 显然已是魂飞魄散 第1895章同命鸳鸯 纳德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河水填满的旁硕深坑 以及深坑周围的痕迹 让他们以为 出手的必是上尉天王萧子涵 所以在看到两人的瞬间 他们都下意识地将仅是中尉天王的唐欢给忽略了 可现在这人却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家伙到底施展了怎样的手段 才能够折腾出如此可怕的动静 而且还以中午天王的修为 醒客兼急杀了一个上尉天王和五个中尉巅峰天王 亦或是他这么说 只是为了帮萧子涵脱罪 我也得说明一点 就在众人惊疑莫名之时 萧子涵也是奄然一笑 缓缓说道 汪一春 就算不入这人族驻地 我也能够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 而且 我能由中尉天王晋升上尉天王 也与这人族驻地没有任何关联 至于勾结外人 杀害驻地同道 那就更可笑了 萧子涵慢条思理地道 第一 他不是外人 而是我九彩先宗前辈 即便我萧子涵也得称为祖师 第二 梁景超等人 竟敢贪图我祖师手中一宝 他们死于我祖师之手 完全是旧游自取 梁景超真正贪图的是九龄这幽名九龄鸟 他自然不会将真实情况透露出去 听到他这番话 未念不少天王 都经不住有些愣神 一是因为唐欢的身份 二则是梁景超等人被杀的缘由 依照他们对梁景超的了解 那种抢夺他人其真意宝的事情 他还真有可能干得出来 也正因如此 梁景超虽进入人族驻地多年 而且还混上了一对之长 可人缘却并不太好 反倒是才来没几年的萧子涵 其修为和实力在驻地中虽算不得顶尖 但在人缘方面 却比梁景超强不少 感应到他气息的时候 不少人都有些难以置信 或许 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人都已经死了 你就算说梁队长 寄予你美色 对你图谋不轨 也是死无对证 望义春文言 却是经不住冷笑出声 萧子涵 你这忘恩负义之徒 无需再多说废话 此人是你祖师也好 是你面首也罢 今日 你们都得把小命留下来 正好 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一对同命鸳鸯 放肆 萧子涵翘脸为尘 汪义春 我看你是前辈 才何多说了几句 没想到你竟如此胡说八道 口中无得 也罢 半月前 你我战过一场 今日再战一场也无妨 看看最终是谁把小命留在此地 听到他这话 汪义春脸色更是阴沉 半个月前 萧子涵向他挑战 他自是毫不犹豫地应战 本是打着将对方好好教训一番的主意 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他的确是胜了 可胜得颇为困难 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最让他倍感丢脸的是 那只是切磋 若真换成一命相伯的话 他这尚未巅峰天王 还真不见得是萧子涵这尚未天王的对手 萧宗主 这等只被何须你出手 我来料理了便是 唐欢淡然一笑 眼神却是森寒如冰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刹那 唐欢掌中的混沌员 惊便以暴射而出 就凭你 真是 汪义春暮急而笑 可冲到嘴边的笑话两字还没来得及出口 便是硬生生地吞咽了回去 双目之内 惊异之色浮现出来 他早已留意到唐欢掌中那颗婴儿拳头大小的卵石 却并未放在心上 甚至唐欢催动那玩意时 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却不料转瞬之间 那东西就已来到近前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竟连心神都难以捕捉 不过 快虽快 他却不觉得他能对自己构成多大的威胁 呼 几乎是想都没想 汪义春便一拳轰了出去 拳影飞速膨胀 瞬息之间便已占据方圆百米虚空 磅驳的静气从拳中激荡而出 立刻就在周围卷起了一阵可怕的风暴 锁过之处 虚空剧烈动荡 汪义春双目为咪 某中的精益已转化为机巢 然而 弹指过后 这机巢却又化作了难以掩饰的震恶 哼 转瞬之间 小小的鹅卵石便撞上了旁硕的拳影 可接下来的一幕画面 却令得众多天王都是惊恶无比 逼沉的闷响声中 便如一颗小小的石子落入了幽深的水潭之中 些许连一刚荡漾开来 那石子便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鹅卵石同样如此 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鹅卵石竟是静止撞入了那旁硕的拳影之内 众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便听到了一声惊呼 汪义春竟是向后暴退 瞬即 一团血物便在众人视线中暴散开来 顷刻之间却已烟消云散 再细细看去 汪义春的整条右臂 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影也随即散化而去 那颗小小的鹅卵石 却是导射而回 轻盈无比 必重新落入唐欢掌中 怎么回事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多天王大吃一惊 前一刻 汪义春还一副能将对手一拳打爆的笃定神态 可刹那过后 就反被对手轰爆了一条手臂 这还是他见机够快 退避及时 否则的话 恐怕会受创更重 对方只是中卫天王 他可是尚未巅峰天王那 只不过一次交锋 就已如此狼狈 虽说一条手臂对实力没什么影响 但却极为丢人 这个时候 众人突然有些相信 梁景超等人 应该的确是被他所杀 可醒悟到这一点后 众人却是更加的惊异莫名 这家伙的实力到底达到了怎样的境地 还有他手中那鹅卵石到底是什么宝物 竟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梁景涛等人之死 与那宝物是否有关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众人心神大为震动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一声歇斯底里的力喝泽然在天地间乍响 刚刚暴退数千米的汪义春身影围动 又闪电班地回到了众多天王审判 却已是面旁扭曲 神色猙獰 那张轻瘦的面旁之上 满是恼羞成怒和气急败坏的意味 第1896张洞主 这一刻 汪义春已有些失去理智 损失一条手臂 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伤势 只要给他点时间 完全能长出一条新的手臂出来 可他堂堂尚未巅峰天王 居然被一个中卫天王搞得这般狼狈不堪 今后他在人族驻地比江城为笑柄 这让他如何不暴怒如狂 数十名天王不由得面面相去 都有些迟疑 如果只有纳唐欢义人的话 一涌而上 将其干掉也就干掉了 可萧子涵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颇为熟视 若梁景超真是因抢夺他祖师宝物而死 的确是死有余辜 他们凭什么向萧子涵出手 汪长老 一名须法皆白的老者迟疑着开口 可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汪义春便是暴跳如雷的咆哮出声 还愣着干什么 这两人罪大恶极 死不足惜 诸位赶紧出手 出了问题 有老夫负责 汪长老 人命关天 你如何负责 就在这时 一个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 汪义春闻言 勃然大怒 可下一刻 他便愣住了 伴随着这声音一同出现的 是一名须法皆白 躯体修长的青衣老者 他几乎是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了唐欢和汪义春等众多天王之间 强横无体的气息从躯体间透溢而出 竟是如影若现 飘忽不定 他的两道目光落在了汪义春身上 眼神竟是极为严厉 动主 看清这青衣老者面容的刹那 数十名天王都是下意识抵宫生师里 即便是汪义春 也不得不收敛起了先前那 争鸣暴怒的神色 拱手弯腰 意态恭敬 可瞥向唐欢时 眼中却依旧残留着脑痕之色 洞主 数百米外 唐欢眼中一色一闪而逝 据萧子涵以前给九龄传递的资讯 这灵影山脉的人族驻地 被称作灵影洞 驻地的主侍者叶听云 被称为洞主 进入天域龙宫已有万年之久 虽还是尚未巅峰天王 可实力确实深不可测 对面那轻衣老者 显然便是叶听云 也的确给了唐欢这样的感觉 唐欢能够判断得出来 叶听云的修为 还停留在上位巅峰天王之境 可他的实力到底有过高明 却把握不住 四寸间 唐欢不自尽地转眼看了看 身判的萧子涵 却见他为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而后便是如汪义春等人 那般遥遥向叶听云身诗一礼 眉宇间不由得流露出了些许崇敬之意 道晚辈见过洞主 萧宗主 还有这位朋友 让你们受惊了 叶听云向众多天王为一汉手 而后目光望向萧子涵和唐欢 眼中歉意引现 洞主言中了 唐欢唯唯一笑 拱手为礼 晚辈唐欢 见过洞主 待唐欢话音落下 萧子涵便连忙道 洞主 今日之事 萧宗主无需解释 梁景超等人心术不正 命丧此地 就由自取 你和唐欢都无需在意 叶听云摆手笑道 洞主 那只是萧子涵的一念之词 你千万不可相信 汪义春即道 老夫相信的不是萧宗主的一念之词 而是相信老夫的眼睛 叶听云淡然道 怎么 汪长老 你有意见 没有 忘义春脑袋围锤 炼去了眼中愤懑之色 唐欢见状 经不住有些压抑起来 再怎么说 自己也是急杀了灵影洞的六名天王 可这位洞主道好 竟是没有表现出丝毫追究的意思 而且 唐欢也从他身上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敌意 萧子涵眸中也是多出了一抹一色 若说人族驻地灵影洞内 还有谁能值得他敬佩的话 唯有这夜听云一人 只不过夜听云绝大多数时候是在闭关前修 并不理会灵影洞的各种事物 平常时候 灵影洞都是游汪一春等五位长老共管 在灵影洞的这段时间 萧子涵也只是在刚进去的那天 被夜听云召见过一次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没有询问详细经过的情况之下 他就站在了自己和唐欢这一边 这份信任 的确是让人颇为感动 唐欢这个时候 夜听云的目光却又落在了唐欢身上 笑盈盈地说道 老夫此番过来 便是想邀请小兄弟你入灵影洞做客几天 还望小兄弟不要拒绝 唯唯一顿 他又望向萧子涵 萧宗主 老夫知道你早有去意不过此事不用着急 待数日之后小兄弟离开时你们在一起同行可好 闻言唐欢和萧子涵经不住差一地对视了一眼 尤其唐欢更是如此 原本他以为夜听云过来是为了化解一场纷争 可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专为自己而来 唐欢可以确信自己在今日从洞府空间出来之前 和灵影洞和夜听云都没有任何的纠葛 这便意味着夜听云特意邀请自己 是因为离开洞府后的自己 莫非是催动混沌员经之时泄露了什么 他邀请自己入灵影洞 有什么目的 唐欢心念电传 反应却是丝毫不慢 笑容满面地洒然说道 洞主盛情相邀 乃是晚辈的荣幸 若是晚辈再犹犹豫豫 那可就太不是好歹了 既然如此 那晚辈便入灵影洞打搅洞主数日 不管夜听云的目的是什么 唐欢都有自保的把握 既然如此 何须畏守畏尾 倒不如进去瞧瞧 看看这位灵影洞夜听云洞主 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一切便如宗主所言 郊子涵也是答应下来 请 夜听云满意地点点头 而后笑容满面地台首相示意了一下 三道身影 宛如三抹流光 顺着河畔急速行径 请客间 便消失在灵影山脉深处 望一春面色殷勤不定 其余数十名天王则是面面相许 肖子涵或许不知道 可他们却非常清楚 洞主夜听云已有近百年 不曾出过灵影洞 可今日 却专门离开人族驻地 来邀请唐欢入洞做客 这是不是太过小题大做了 还是说 那唐欢别有来头 第1897章天地 灵影洞的入口 的确无比隐秘 顺着大河而上数千里 便是它的源头 无数涓涓细流 从满是孔洞 壮若风潮的陡峭 崖壁中鼓鼓而出 汇聚起来 变成了这条河流 崖壁之上 孔洞多达数万 每一个孔洞 都蕴含着一座小小的仙镇 循着某种规律 引动其中的数百座小仙镇 才能够开启入口 哪怕是推演和感应能力超强的唐欢 也不得不佩服您练出 灵影洞的那位前辈 不过 唐欢估摸着 龙族之所以放着这灵影洞不管 恐怕并不是因为 找不到灵影洞的入口 以龙族的能力 完全可以抓住一个 在灵影山脉出没的天王 逼其说出此处 哪怕不知道入洞之法 龙族若是集中力量 多花费一点时间 强行开启这灵影洞的入口 想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之事 更何况 那龙族据说还有一位长老乃是天地级别的超级强者 然而 作为这天狱龙宫的主人 龙族不但让这灵影洞存在了无数年之久 甚至连这灵影山脉都被众多龙族子弟视作禁地 心意不敢深入 以免丢掉性命 在这里死了 龙族可不会为其讨回公道 在唐欢的猜测中 灵影洞 很可能隐藏着一位令整个龙族都需要忌惮的超级强者 能令龙族天地忌惮的 起码的同样是天地才行 转念间 一个无比大胆的想法突然从唐欢脑海中闪现出来 难不成 这灵影洞内 洞主夜听云并非最强者 在他之上 还有一位天地存在 这念头出现的刹那 唐欢便经不住心头咯噔一跳 越是琢磨 唐欢便越是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 也唯有如此 才能解释这灵影洞为何能够一直存在 可紧接着 唐欢脑中却又有一个疑惑浮现了出来 若真是天地级别的超级强者 要离开天狱龙宫应当不难 他为何要始终留着不走 想到这里 唐欢心头又是微微一动 他早已知道 洞主夜听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邀请自己进入灵影洞 他这么做 必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实力虽远超一般尚未巅峰天王 可应当还是察觉不了那混沌元经的益处 更何况 他即杀梁景超等人时 夜听云根本不在附近 自然也看不到混沌元经原本的模样 可如果是天地 唐欢就不敢保证了 天地之微能 唐欢倒是没有亲身感受过 却隐约能够想象得到 说不定便是那位天地 感应到了混沌意韵的出现 这才让夜听云现身 邀自己入灵影洞 若真是如此 唐欢就得好好考虑一下该不该进去了 他若施展神通阴阳道徒 哪怕出口关闭 也能从里面闯出来 可若是那位天地出手 唐欢却自此没那个能耐 就在唐欢心念电传之时 数百道白色气息已是从孔洞中呼啸而出 在崖壁前迅速缠绕 顷刻间便凝结成了一条数十米高的拱洞 拱洞的另一端与崖壁相连 洞内荧光溢溢 仿佛深邃无比 唐欢兄弟 萧宗主请 夜听云看着唐欢和萧子涵道 萧子涵点点头 正要前行 却被眼神止住 继而便听唐欢说道 供主 晚辈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不知当问不当问 夜听云哑然而笑 唐欢兄弟但问无访 既然如此 那晚辈就直说了 唐欢沉吟道 供主 此番请晚辈入邻引动的 是否另有其人 萧子涵文言 顿时愣住了 夜听云也是有些愣神 眼眸之中 一抹亚异之色浮现出来 顺即便是凯然笑道 既然唐欢兄弟猜到了 那老夫也就不隐瞒了 这次邀请唐欢兄弟你的 的确是另有其人 老夫只是听命办事 听到这话 萧子涵梅已是满脸正恶 唐欢祖师刚刚问出那样的问题 就够令人惊奇的了 可没想到 唐欢竟还问对了 邀请唐欢祖师前往林影洞的 果然另有其人 夜听云在这里面 只是个传话的 林影洞内 还有谁能让洞主听命 这一刻 萧子涵突然感觉 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太够用了 他的确是怀疑 夜听云邀请唐欢的用意 甚至一路之上 都在暗暗琢磨这个问题 却不料着其中 竟是这样的状况 这让他被敢匪夷所思 在林影洞待了几年 本以为自己对这人族筑地已颇为了解 可现在他才发现 这人族筑地之内 还隐藏着人所不知的巨大秘密 那秘密 不但他不知道 筑地中其他众多天王 应该也是不知道的 唐欢兄弟 你是如何猜出来的 夜听云旋即又开口问道 这林影洞作为人族筑地 能够存续到现在 其原因绝对没有传闻中的那么简单 说句冒犯的话 洞主实力虽强 却还不足以令龙族不敢侵犯林影洞 因为那龙城之中 有天地长老 所以 这林影洞 即可能也有比洞主更强大的修士坐镇 那位修士 应当也是天地 唐欢缓缓说道 龙族居然真的有天地 萧子涵美谋原争 口中经不住交呼出声 我一直以为 那传闻是假的 林影洞中的其他天王 也都以为那传闻是假的 唐欢所说的这些 他当然也考虑过 可是 他从来不觉得 这天狱龙宫之内 会有天地级别的超级强者存在 可唐欢现在的说法 却是立刻就让他动摇了 毕竟唐欢控制了众多龙族强者 从那些龙族傀儡口中问出的东西 自然更加可信 焦宗主 传闻是真的 叶听云经不住悠悠轻叹 那唐欢祖师的判断 也是对的 我们人族的这灵影洞内 真的有天地强者 焦子涵经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可下一刹那 他那白嫩娇腻的俏脸之上 便不自禁地浮起了醉酒般的陀虹 竟是为有些激动起来 九彩祖师 据说早已是神位强者 可那毕竟是无数年前的事了 可灵影洞的天地 却是尽在咫尺 第1898章灵影洞内 不错 在唐欢和肖子涵四道目光的注视下 叶听云只是略意迟疑 便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那位天地前辈的存在 龙城和灵影洞 才这么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 这灵影山脉也极少有龙族强者敢于深入 若无那位前辈 这灵影洞不可能出现 也不可能存在 出道这里 叶听云话音为顿 继而又目注唐欢道 此番邀请唐欢兄弟入灵影洞的 也正是那位天地前辈 当时 老夫正在闭关前修 却突然听到前辈传音于我 让我去请唐欢兄弟入灵影洞一叙 当然 前辈并不知道唐欢兄弟的名字 他只是告诉老夫 那个人 在灵影山脉边缘地带 而且刚刚挤杀了六名我们人族的天王 所以 一到地方 老夫便知道 前辈邀请的就是唐欢兄弟你 洞主 可知那位天地前辈 为何请我入灵影洞 唐欢缓缓说道 叶听云这番话 透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资讯 那就是这灵影洞 便是那位天地凝聚而成 现在 唐欢已可完全确定 那位天地 必定是感应到了自己体内或混沌员精中的混沌意运 这才令夜听云请自己进去 否则的话 一个中位天王 就算展露出来的实力再强 也不会被天地放在眼里 混沌意运 代表着混沌之力 若能炼化混沌之力的话 哪怕是对天地级别的超级强者 也是有着巨大的好处 灵影洞的那位天地 想来不至于觊觎之心 不然 他完全离开灵影洞 对自己出手 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但也有可能 那位天地受到了某种限制或禁锢 走不出自己建立的灵影洞 若是前者 自然安全无余 可若是后者 却由不得唐欢不小心谨慎 而且是后者的可能性非常大 否则的话 他应该早就离开天狱龙宫 追求更高境界去了 他一直留下来 必是因为自身出了某种变故 自修炼以来 各种艰险狡诈之徒 他见得多了 甚至这具躯体还多次被人觊觎 想要夺舍 只是一直没能被他们的惩罢了 那位天地若是也打着夺舍的主意 唐欢虽不拒 但需得早做准备 这个老夫也不清楚 夜听云摇摇头 随即便是笑了一笑道 唐欢兄弟 老夫知道你在担忧什么 对此 你大可放心 那位天地前辈乃是正直之人 否则也不会耗费无数精力凝炼出这灵影洞 让那些段时间内找不到出路的人族修饰在这天狱龙宫之内有衣处庇护之所 不至于沦为那些龙祖子弟的猎物 开叹一声 夜听云神色变得颇为凝宿 所以 就算你身上带着再珍贵的宝物 天地前辈也不会心动 看来是晚辈小人之心了 唐欢欠然一笑 转眼向旁侧的肖子寒为遗憾手 而后又望向夜听云 晚辈没有疑问了 洞主 请 话虽如此 唐欢灵魂深处 助神神经悄然催动 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也已加速运转起来 那混沌猿精就算爆发的威力再强 对天地也构不成威胁 所以 一旦有变故 助神神经和九阳神炉 便是唐欢最后的依仗 朱化间 三道身影已是相继进入拱洞 眼前白芒闪烁 电光石火间 唐欢双脚便已踏落实处 世界也是重新恢复了清明 灵影洞 名字上虽有个洞字 却并非真正的洞窟 而是一处颇为奇异的空间 空间之内 只有一条峡谷 这峡谷宽 高个约千米 谷底两排乌宇向前延伸 而两侧则是崖壁高耸 崖壁楚 倒是点缀着一座座洞窟 据萧子涵曾经透露 这人族驻地灵影洞中的修士 竟有多达数千人 乍然一听 这数字的确是颇为惊人 然而 这数千人中 天王级别的强者 却只有近千人 即便如此 这数字同样十分惊人 要知道 在如今的下三十六天 所有的天王加起来 也不到这里面的一半 不过 若是换一种方式去想 就会觉得 这也不足为奇 无数年来 下三十六天 不知有多少天王 进入这天狱龙宫历练 除了极少数成功走出去的之外 大部分都留在了这里 有些因为各种原因 已经深远浑霄 但还有许多存活了下来 而那些活着的天王 绝大部多数都聚集在这灵影洞中 如此算下来 近千名天王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至于其余数千人 则是进入此地的部分男女天王结合之后 繁衍下来的子孙后裔 在这方面 那些天王都是极其谨慎 其后裔也都在严格控制着自己生育的子女数目 否则绝不可能只有这么点人数 唐欢只是略做感应 这峡谷内的状况 就已了解了个大概 两侧崖壁处的洞窟 都是天王们的住所 一个洞窟一位天王 当然 有不少洞窟都是空置的 峡谷底端 居住的则是天王之下的修士 也即是那些天王的子孙后裔 他们的修为也都还不错 最弱的都是天君 天侯更有不少 想来两侧崖壁洞窟中的天王 也有不少都是从这些后裔中产生的 两列乌宇之间 一条平坦的石板大道 贯穿整个峡谷 道路两侧 种植着不少花草 形貌都算正常 不像外面 一根杂草都能高达数百米 道路之上 不时可见人影来来往往 旁侧的乌宇中 也是时而有修士进进出出 却无人高声喧哗 都只是低声谈笑 一派清幽祥和的气象 也难怪萧子还会说 许多天王在此久住之后 渐渐渐丧失了初衷 树叠 唐欢四有所改 两道目光猛然朝这条峡谷的最深处望去 这峡谷向前延伸了约末二十里后 又是一道崖壁突耸而起 与两侧相连 将这峡谷封堵了起来 纳堵崖壁 萦绕着淡淡的绿色雾气 从远处望去 显得隐隐绰绰 透着一股神秘莫测的意味 唐欢有种预感 那位天地强者 应当就是在那个地方 第1899章九宫流离 在叶厅云的引领之下 唐欢和萧子涵果然是在向着峡谷深处行进 大道之上 不往修士发现叶厅云的身影后 都是毕恭毕敬毕恭身失礼 可见他这未动主 虽极少露面 可在这里引动的威性却是极高 也不时有人向萧子涵打招呼 而唐欢这陌生人 却是频频注目 他们暂时还不知道外面的动静 也不知道唐欢及杀了梁景超等人 不过 一个陌生人竟能地动主他老人家出去相迎 众人想不惊奇都难 要知道 动主他老人家可是许多年都没有离开过灵影洞了 在众多修士的目送下 三人很快便已来到峡谷尽头 营绕在崖壁前的绿色雾气 仿佛蕴含着一股奇异的阻力 唐欢并没有催动心神强行探查 而是一触即退 呼 夜听云走近崖壁 大秀轻浮 那绿色雾气便如水浪般向两侧翻卷而去 一条石阶道路随即进入了唐欢视线 这道路曾急而上 竟是深入到了崖壁内部 以至于这部分崖壁也是斜斜地凹陷进去了一大片 向上延伸了近百米后 一个高达数十米的洞窟显露了出来 入口处 绿意盎然 仿佛蕴含着棒薄的生机 前辈 就在这里面 向唐欢和萧子涵稍作示意 夜听云便笑盈盈地当先踏上了石阶 唐欢和萧子涵相示意也 也是射击而上 跨过最后一级石阶的时候 那封阻洞口的浓浓瑞翼突然剧烈波动起来 而后周围的崖壁便似海绵般将其一点一点地吸纳了进去 见状 唐欢不由得心神围动 在石阶上时 他没有留意 也不曾催动心神进行探查 可现在与这洞口近在咫尺 身为炼气师的他 几乎是立刻就判断出来 封住这洞口的乃是一种火力 他源于一种蕴含着强大生机的木属性到火 对此 唐欢并不觉得意外 在看到灵影洞入口时 唐欢就猜到 那位天帝应该是一位炼气师 现在 这洞口的火力 只是印证了他的判断 不过 让唐欢略有些讶异的是 那位天帝炼气师 应该是永有金木双属性到火 因为 那灵影洞入口 蕴含着的是强烈的锐金之气 五行之中 金刻木 那位天帝炼气师 能够融合这两种相克的火力 的确是非常难得 其气道之路 想必也是走得颇为艰难 可一旦成功跨越了各种障碍 气道造意必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其气道水准 从这灵影洞便可见一般了 片刻过后 绿意便已彻底练入崖壁 洞口畅通 一处广阔而怪异空间 随即进入了唐欢的视线当中 那空间约莫方圆数千米大小 仿佛由无数根须缠绕编织而成 每条根须都是荧光溢溢 呈现出亮白之色 而在这空间的中央区域 却生长着一株奇异的植物 叶片繁茂至极 起码占据着方圆千米区域 每一枚叶片 都是巨大无比 差不多有两三百米长 叶片整体呈现出浓浓的绿意 可叶片的经络 以及撑起叶片的精改 却都如根须那般透着白色 只不过越是往上 白色愈淡而绿色愈浓 这无数茂密的叶片之间 不时有翠绿花朵显露 花朵傲然绽放 成百上千的花瓣舒展开来 层层叠叠 让它显得比周围的叶片都还要硕大得多 唐欢一眼望去 看到的绿花共有六朵 而在看不到的背面位置 想来还有几朵翠绿巨花存在 那些花朵的形状 倒是和唐欢前世的绣球花极为相似 尤其让人惊奇的是 交织成这处空间的根须 竟全都是源自于那株起义的植物 从他身上 唐欢不仅感受到了浩瀚如鸢的棒薄生机 也同时感受到了那股近乎锋利凌冽 近乎无间不摧的锐精之意 此外 不管是根须 金感 还是叶片花瓣 竟全都晶莹剔透 壮若美誉 九宫琉璃 唐欢眼神为宁 一段记忆从灵魂深处浮起 这五个字源 也近乎同一时刻 在唐欢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段记忆 源自于上九天天王盘记 当年在和龙渊结院之前 盘记上是小小的天乡 有此外出历练 便曾遇到了一株名叫九宫琉璃的植物 不过 那九宫琉璃早已成灵 而且实力极为强悍 若非靠着宗门的宝物 他早已魂飞魄散 因为那次差点便葬送了性命 所以他记忆极为深刻 哪怕过了无数年 那一段记忆仍旧残留在灵魂深处 唐欢眼前的这株九宫琉璃 与盘记遭遇的那株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 这株九宫琉璃却不知比那株大了不知多少倍 那一株 占地也就方圆数十米的样子 甚至还没有眼前这九宫琉璃的一枚叶片那么大 而且 两者的实力 也是有着天差地别 盘记遇到的那株 当时也就差不多十阶天乡的水准 可这株却是天地 只是不知这两株九宫琉璃是不是同一株 这念头刚一冒出来 唐欢便经不住暗暗失效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毕竟时间跨度太大了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 广阔天界别说是出现两株九宫琉璃 就算出现二十株二百株 也都是极为正常的 只是天相时皆修为的九宫琉璃都能成零 那么这一株 不会把唐欢双目为征 心脏都似漏跳了半拍 眼前这九宫琉璃散逸而出的气息 与他先前的猜测相印证 让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 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 难不成这株九宫琉璃就是那位 唐欢兄弟 这便是那位天地前辈的本体 正当这时 叶听云笑意盎然的声音便钻入了唐欢耳中 让他心神都是唯唯一颤 在唐欢身判 本就颇感惊异的萧子涵 在听到叶听云这番话后 更是将一双美眸争的溜圆 笑脸之上满是震恶 他可从未想过 那位创立了灵影洞的天地前辈 竟然不是人类修士 而是草木成林 第1900张长生花 果然如此 唐欢深吸口气 压下了心头的惊异 就在这时 那些旁硕的花朵之内 突然被有一道浓郁的绿色气息 轻悠悠地生腾而起 在上空快速汇聚成团 那气息竟是共有九道 显然这九宫琉璃共有九朵花 这也与盘济记忆中的资讯相吻合 那团绿色气息急剧波动 顷刻间便凝聚成了一道窈窕的身影 他看起来竟像十六七岁的少女 郊区高挑修美 身姿恩娃曼妙 穿着一袭绿色衣裙 当然 不管是躯体 还是衣裙 都完全是力量所化 其面容极其秀丽 五官精致如画 只不过他那双眼眸却是闭合着的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 几乎是在现身的刹那 绿群少女便经不住笑了起来 宛如鲜花傲放 颠倒众生 可说话之时 他唇角却是有意无意地瞧了起来 竟是显得有些 俏皮 唐欢恍然回神 脑中墨地跳出这两个字眼 他当然知道 对方值得辨识自己 以其修为 判断出自己的真实年纪 并非难事 不过 这位天帝前辈给他的感觉 却是颇为奇怪 在他以往的认知中 能够突破至天地之境 不管男女 必然都是修炼了无数年 已经成了精的老怪物 可眼前这个女子 却反倒让唐欢感觉 有点古灵精怪 这种巨大的反差 让他被感惊奇 转念之间 唐欢飞快递和同样 刚刚回过神来的 萧子涵交换了个眼神 两人正要攻身失礼 那绿群少女便满不在乎地 冲他们摆了摆白嫩秀美的小手 而后笑隐隐地开口道 你们用不着多理 继而微微侧头 似在望着夜听云 笑嘻嘻地道 小云子 你先带这位小姑娘去旁边歇歇 我和这个小弟弟说说话 小云子 小姑娘 小弟弟 绿群少女口中蹦出的一个个称谓 让唐欢和萧子涵都经不住有些愣神 多长时间 没有人这么称呼过自己了 不过 转念一想 这位天帝前辈的年纪必定是自己的无数倍 两人心终变都已是然 至于小云子 唐欢和萧子涵都是下意识地转眼望向夜听云 这位白发苍苍 年岁过万的灵影洞洞主 如今却被一个少女这样称呼 的确是令人忍俊不惊 尽管知道夜听云在她这位天帝面前 的确是跟小孩子没什么区别 却还是经不住憋了满脸笑意 可可 察觉到唐欢和萧子涵怪异的眼神 夜听云不由得善善地干笑了两声 有些尴尬的道 唐欢兄弟 那你就先留在这里 和前辈说说话 继而又朝萧子涵道 萧宗主 不如去老夫那里做作 萧子涵并未马上回答 而是先下意识地看了看唐欢 小姑娘 别担心 我又不会吃了她 那绿群少女打去的笑道 拿着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出话间 绿群少女便是屈指一旦 一枚晶莹剔透的绿色花朵 在纸端迅速凝聚而成 飘至萧子涵面前 虽只有巴掌大小 却荧光溢溢 灵动无比 长生花 夜听云眼睛一亮 颇有些羡慕地扎扎嘴 前辈 你老人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起来了 一出手便是长生花 萧宗主 这可是好东西 不但能大幅提升修为 更能增加至少万年寿数 唐欢文言 不由得颇为动容 若是真如夜听云所介绍的那样 那么 这长生花的确是称得上西式之宝 对于那些大限将至的修士来说 更是如此 若有某位修士在漫长的岁月中 都停留在天王之境 难以突破 在将死之时 获得了一枚这样的长生花 便意味着 他还能在有万年的时间 来继续寻觅突破的契机 萧子涵心头更是极为震惊 他没想到这位天地前辈 一出手便是如此重礼 而且还是送给自己的 多谢前辈厚爱 不过 这长生花 短暂地争论过后 萧子涵便是连忙摇头 可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那绿群少女便翘脸一沉 似有些气恼的道 你这个小姑娘 可真够婆婆妈妈的 送给你 你就拿着 送出去的东西 我可从不会收回来 不收回 但可以转送麻 叶厅云黑黑一笑 舔着脸道 前辈 萧宗主不要 不如转送给我 我不嫌弃他贵重 滚 绿群少女直接抬脚一踹 他和叶厅云之间的距离 便似收缩到了不足一米 叶厅云这尚未巅峰天王脸上的笑容 还没消失 甚至没来得及做出其他任何反应 那脚掌就印在了他腹部 略有些夸张的惨叫声响起 叶厅云竟是一下就被踹得腾空而起 如断线风筝斑叠落洞外 看到这幕画面 唐欢和萧子涵都是目瞪口呆 他们当然知道 两人这是在开玩笑 可那绿群少女在玩笑间展露出来的恐怖实力 却是令人神魂都为之震撼不已 他那一脚踹出去的瞬间 便有股无形的距离 封死了夜听云深舟的小片空间 天地之强 果然无法揣跺 举手抬足 便可压缩空间 禁锢敌人 若是真的对敌之时 估计随便一脚 便可踹死一个如夜听云那样的尚未巅峰天王 天地和天王之间的差距 果然是有天壤之别 哪怕是最强大的天王 在天地面前 都无还手之力 唐欢自存 如果唐欢站在夜听云那的位置上的是他 恐怕也是这位天地前辈随意踹出的一脚 交宗主 恭敬不如从命 你就收下吧 转念之间 唐欢不觉一笑 在看到这位天地前辈之后 唐欢便发现自己在灵影洞外时的那些顾虑差不多可以完全抛开了 他既非魂体 自然没必要夺舍他人 唐欢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也无需再像之前那般小心警惕 最重要的是 唐欢即便到了现在 也是感受不到丝毫显照 更何况 以这天地的实力 若针对自己有所图谋 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 完美没必要掩饰 更无需将无比珍贵的长生花送给肖子涵作为见面礼 事已至此 倒不如放开心怀 看看他要说什么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先告辞了 肖子涵明白了唐欢的意思 将那长生花抓入掌中后 冲绿群少女声示意里 转身出动 顺着时接大道射击而下